第2249章无极线的无极 墓北有些无语 看着妖祖道 妖祖前辈 我若是有践踏你尊严的意思 又怎会以前辈二字相称 妖祖闻言 老也是沉默 身上的强大气势散了去 他看着墓北 墓北继续道 这么说吧 前辈 你想更进一步吗 妖祖目光微动 更进一步 他知道前面还有路 但他确实立在如今 这个境界已经很多个纪元了 一直无法寸进 想更进一步吗 他自然是想 做梦也是想的 他看着墓北 墓北道 你若跟着我混 他日 我一定让你超越现在的自己 妖祖静静地看着墓北 下一刻 他突然道 好 其他人说出这样的话 他一定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 墓北说出这样的话 他信 墓北有那样的能力 近日一战 墓北表现出来的资质和种种抵运手段 实在是太吓人了 可以以离谱二字来形容 放在将来 墓北要达到人亡那五人的高度 他觉得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几率非常大 而一旦墓北达到那样的高度 绝对是可以帮助他更进一步的 毫无疑问 墓北哈哈一笑 道 好 就这么定了 妖祖道 需要我做什么 墓北道 无 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源 把妖祖一末的天地一向原石 道原和灵精给我 妖祖道 可以 这些修炼资源对于他而言 完全就是没有用 墓北想要 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墓北又道 我开创了一个北帝个信仰 前辈你让你的人 帮我扩展一下 妖祖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他妖祖一脉 就是一个巨大的信仰传承啊 墓北居然让他这个信仰传承 去帮助墓北扩展信仰 不过他还是点头 可以 是到如今 他的境界高度 对于所谓的信仰之力 其实意义也是不大了 不太需要了 帮助墓北扩张信仰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墓北点头道 好了 就这两个了 其他没有了 妖祖点了点头 当下 他吩咐下去 让下面的门徒取来天地一向原石 道原和超级灵精交给墓北 墓北将天地一向原石和道原收起 那些超级灵精等交给混沌葫芦他们 这些东西 对这些家伙也还是有用的 可以让他们恢复一些实力 下一刻 妖祖突然问墓北道 你要去那平行大宇宙了吗 墓北笑了笑 道 前辈导师聪明哈 确实准备过去了 去那边历练一下 找找天地一向原石啥的 以他现在的实力 去创那大宇宙隧道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当是可以闯过去 去另一边 那一边既然侵略过来 那么 那一边就是他的后花园了 去那边找修炼资源 看到了就抢 谁让那边侵略他们这边呢 妖祖审声道 那个平行大宇宙 非常强 对于那个平行大宇宙 他也是知道一些传闻的 那一边的综合实力 远远不是他们这边可以比拟 就算是灵天地那五人 在这个大宇宙内无敌 但放在那边 当也会有对手 而且 备手不少 他审声道 混沌葫芦道 不是啊老头儿 你也太看不起那五人了吧 妖祖道 或许是吧 那五人很可怕 大宇宙一直都得臣服 可是 那边的那个平行大宇宙 真的很可怕 试着想一下 那边的平均综合战力 碾压我们这边 那么 那边的顶级战力 又如何可能弱于我们这边呢 混沌葫芦道 你这个想法没有问题 可是 很多时候是有例外的啊 妖祖道 我自然是希望那五人更强的 毕竟 他是这片大宇宙的生灵 他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大宇宙顶点更强 慕北笑了笑 他与妖祖又聊了些许 随后便是招呼黑麒麟和混沌葫芦他们离开了 妖祖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感慨道 好一个逆天妖孽 当年的灵天帝和人亡他们 也是远远不及啊 当初灵天帝等人的成长史 他是慕赌国的 毕竟 他活得远比灵天帝等人久远 他存在了好几个纪元了 而灵天帝等人 也就才十几万年而已 灵天帝等人的成长史 那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可怕 无敌 但是 那五人与如今慕北的相比 确实真的差了太多太多 他身边 一众妖族门徒们 格格争争失神 他们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年轻代的修行者 居然打败了他们的妖族大人 他们的妖族大人 现在跟着慕北这个年轻代修行者混了 这等事简直是太离谱了 传出去 有谁会信 妖族看向他们 道愣着做什么 去吧 推进北地格信仰 其中一个妖王道 那 妖族大人 我们的信仰体系呢 这 有冲突啊 妖族道 冲突个什么 一部分人推进北地格信仰 一部分人继续妖道信仰 互不干扰 这个妖王道 哦 哦 好吧 妖族道 我去闭关 接下来 你们认真做事 莫要再将他当作敌人 将他当作领袖 将来 他常张起来 你们也好 我也好 都有好处的 妖族们有些不情愿 可妖族大人已经这般发话了 他们也只能是照着 听妖族大人您的 妖族点了点头 下一刻消失在原地 这时 慕北一伙已经离开了太上妖狱很远 慕北直接找到一个无人星辰 在这个地方开始闭关 闭关 他将妖族给的那七万块天地异象原石取出来 直接就在这个地方炼化 配合之前还剩下的一万天地异象原石 凝聚出新的四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至此 他有了四十二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达到这一步 他的修为更近一步 妖族一脉还有几十团道员 他在这个地方 将这几十团道员让原石剑吞噬 随后 原石剑反馈过来原力 让他的基础实力又提升了一截 混沌葫芦蹦达到 厚脸皮 现在什么段位了 有传说及七重了不 慕北微微一笑 道 当然 凌聚四宗星的永恒大天地异象 又有数十团道员力加持 现在的他 巅峰实力是绝对有传说及七重了 只正好朝他翘起大拇指 真是牛皮 在传说及领域内 竟然还能进步得这么快 冷语道 的确很厉害 那些个老牌传说及强者 耗肥一生也难以跨越出传说及 第六重这个层次 但 慕北短短促日内就突破了 这简直是离谱 不过 回头一想 想到慕北的身世 他其实也就觉得这很正常了 那位的子嗣 能有这般天赋体质 那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了 秋行还是很看天赋血脉的 毕竟 如同人王那般大人物 以凡人凡体抵达大宇宙最顶点 自古以来也就一个而已 而反过来看 其实 人王就真的很厉害了 没有任何血脉体质加持 却能压制一切 古今未来怕也是第一人啊 这时 慕北取出一些超级灵药 淬炼自己当前的境界 很快 几百株超级灵药被他耗费完 他睁开双眼 摇了摇头 不行啊 以他如今这个级别的修为实力 这片大宇宙内的这些灵药 着实对他没有用了 他要将自己的根基打磨得最完美 超级灵药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现在这片大宇宙内的灵药 已经是不足以支撑他淬炼自身境界了 要力不够 看来 还得失去那平行大宇宙才行啊 他深吸一口气 而后到 我在陛下关 继续闭关 他还得将新建议梳理一下 新建议刚刚成功 虽然在与妖族的对战中 得到了熟悉 但却还差了一下 要更好的打磨梳理一下才行 翁 建议与他体外显化出来 是色光辉蔓延 时间推移 一天 两天 三天 很快 七天时间过去 七天时间过去后 这天 他将自己的新建议 终于打磨到了一个十分顺畅的程度 他摊开手心 手心中 一到十色建议显化出来 散发出磨灭一切的建立 最主要的是 这等建议在新建议的加持下 可以不断重现 且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他感觉到了一点 那就是 他的这种新建议 还潜藏着更强的能力 他还得继续挖掘 他看着手心中的十色建议 这是唯一新建议化形而成 顿了顿 他道 就叫无极吧 无极限的无极 无极限 微能无极限 变化无极限 成长无极限 无极建议 坑 次是在回应他的话 他手心中 无极建议凝聚为的十色建议 蒸蒸而鸣 散发出的建威压制了一切 仿佛要将这个大宇宙斩灭 建议之强 让得黑麒麟和叶珍等人 格格倒吸冷气 格格被惊到 这建议 真的很可怕 沐北笑了笑 将无极建议收起来 随后 他招呼叶珍和史珍豪等人道 走 再去闯那平行大宇宙 第2250章不靠谱的天地 再闯那平行大宇宙 现在 沐北相信 自己当前的实力 绝对能醒了 现在的他 放在这片宇宙中 绝对能排进前摆了 妥妥的 这时 史珍豪确实突然道 沐牛北 我想了想 便就不与你一起去了 我自己再去历练一下 跟着你过去 实力差距太大了 始终还是跟在后面躺着 放在以前 他喜欢躺平 躺平多好啊 可是 跟着沐北久了 渐渐也被沐北的性子感染 现在 他也想靠自己历练提升自己了 盈南道 本王也不去了 你自己去玩吧 本王和二狗子去玩 不过 之后有好东西 记得给本王留点 文宇道 我也不去了 我连传说级都还不曾达到 与现在的你同行 其实真的得不到锻炼 等我什么时候达到了传说级高度 再尝试着与你去同行吧 沐北看着他们 确定吗 三人点头 沐北笑道 那好 希望再次相见 都能更强 其实 三人的想法是很好的 他自己一路在靠着自己前行 三人有这样的想法 他其实也是非常认可的 靠自己成长才是最好的 他看向叶珍 叶珍道 哥 我也不去了 我要去帮一个老家伙重塑本源肉身 他现在有了传说级实力 一直跟着他引导他修炼的那个神秘人 接下来 他要去帮对方重塑肉身了 沐北点了点头 道 好 他自然看得出来 叶珍体内有一个神秘人 不仅是叶珍 他也看得出来 能于体内也有个神秘人 这两个神秘人实力都很强 但却俨然都遭受了创伤 需要特殊方法才能恢复 黎月这时对沐北道 大哥 我跟着叶珍 沐北笑道 应该的 叶珍朝黎月小声道 不是 你 黎月对沐北道 大哥 他在反抗 叶珍 沐北笑了笑 与众人闲聊 随后 使真好迎难和冷宇相继离去 叶珍也准备告辞 沐北突然道 等会 咱们聊聊天 叶珍微愣 啊 聊天 这位清哥突然要与他聊天 感觉怪怪的 沐北坐下来 拍了拍旁边 叶珍落了声 在他旁边坐下来 下一刻 叶珍小声道 哥 我不喜欢男 沐北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正经典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叶珍松了口气 哥你没奇葩喜好就好 沐北脸色为黑 忍不住又踹了他一脚 瓦得 自己是那种人吗 顿了顿 他问叶珍道 小真子 你有想自己的亲生爹娘吗 叶珍一愣 啊不是这清哥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了 他瞳孔皱缩 难道你要说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 不可能的吧 沐北 沃曹 这王八蛋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他做梦都没想到这祸会有这等想法 当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不仅是他 李月 黑麒麟 小林初和混沌葫芦他们也都愣住了 混沌葫芦看着叶珍道 这个 怎么说呢 这 牛逼 连吞天炉都不由得感慨道 的确很牛逼 这孩子 真是无敌了 这时 叶珍尴尬地咳了两声 道 开个玩笑 就开个玩笑 沐北又想踹他了 想一想还是算了 道 有想过父母没 叶珍道 小时候在孤儿院里肯定是有想过的 现在倒是没有了 毕竟 现在长大了麻 生活也很充实 对父母的憧憬啥的 已经不是小时候那回事了 沐北点了点头 对此表示非常理解 感同身受 孩子对父母的憧憬 其实大部分就停留在小时候 顿了顿 他问道 你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心里可有埋怨 几乎是他在问着这个问题时 距离这里无尽遥远的位置上 一对男女有些紧张地看着这里 叶瞳 图仙仙 这个时候 他们是很紧张的 图仙仙紧紧拉着叶瞳的手 师兄 他 他会埋怨我们吗 叶瞳道 不知道 不过 就算他埋怨也是正常的 我们终究是不称职的 图仙仙轻轻点头 是啊 就算叶珍怪他们埋怨他们 也是很正常的 他们确实做得很不好 他紧紧地看着叶珍 抓着叶瞳的手更紧了些 另一边 叶珍迎着沐北的问题 道 没有啊 我现在过得挺好 埋怨啥 我都没去想过这回事 沐北点头 而后问他道 如果 我说如果 哈 有一天 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你来到你跟前 你发现 自己的父母其实非常厉害 是超级大人物 你会怎么样 叶珍道 怎么想 当然是高兴啊 兴奋啊 他来了兴子 朝沐北道 我跟你说啊大哥 这就好比是 一个穷娃娃穷了几十年 突然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 而后亲生父母是超级大富豪 余生有花不完的钱 可继而造都花不完 这不得高兴疯了 做梦都能笑醒的那种嘛 沐北文言 顿时笑了起来 道 不错不错 好想法 这个想法就对了 其实 他问叶珍这些问题 就是感觉到了 这小子神经是属于很大条的那种 感情没有那么丰富 在父母这件事上 不会有太大的埋怨波动 而且 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便是 叶珍是在孤儿院长大 叶珍没有养父母 养父母没有年少的时候才死 他当初对亲生父母之所以心里有间隙 不是怪他们放养自己历练 而是他们明明那么强大 却是让自己的养父养母被人杀害 叶珍没有这等经历 没有这等经历 心理上便与他会有很大的差别 他准备去那个平行大宇宙历练了 此去也不知道会是多久 他原本想带着叶珍一起去历练 在历练的过程中告诉叶珍身世 可现在 叶珍自己要去历练 他觉得在此之前 可以与叶珍谈谈 叶珍咧嘴一笑 道大哥你是不知道 咱地球那里 生存是很需要钱的 有钱就是大爷啊 钱很重要啊 这就与修行界的强大力量一样 力量强就是大爷 在咱们啊 要是突然被亲生父母找到 有花不完的钱 那真的不要激动疯 墓北哈哈笑道 知道了知道了 重复了 叶珍嘿嘿一笑 随后 他突然好奇地问墓北 道大哥你怎么突然与我聊这个问题 他有些好奇 墓北笑了笑 而后道 你猜 我为什么会传你四项封印和太阳古金这等人王宝树人王功法 叶珍道 对啊 我也好奇啊 老黑哥和史真好他们 大哥你都没有传 怎么传我了 墓北笑道 人王宝树是不能随意传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是人王一末的传人 叶珍一愣 突然神情一速 我懂了大哥 一定是先天地大人觉得我资质不错 想要收我为第二弟子 之前先天地大人还说让我与你好好相处呢 绝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才传我人王宝树 对不对 墓北 他笑道 很会想 也符合逻辑 不过 没猜对 叶珍道 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 等等啊 大哥 听你这话的意思 我真和人王一脉有关 不会吧 他十分好奇起来 他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孤儿啊 怎么与人王一脉有关了 墓北笑道 这是吧 就要提到一个不太靠谱的灵性天地了 非常远的位置上 灵天 尴尬 叶珍古怪地看着墓北 道 灵性天地 墓北道 当年 那个灵天地被放到了地球成长 而后 他的两个的一弟子过于敬重他 于是效仿他的成长路线 将自己的孩子也放到地球去成长 他看着叶珍 叶珍瞳孔萎缩 墓北笑道 灵天地的大弟子叶瞳师兄 二弟子图仙仙师姐 他们 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所以 你也是人王一末的传人 李月动荣 瞪大了美目 灵天地的大弟子叶瞳 二弟子图仙仙 这两位可是早已经危振大宇宙 无尽岁月了 实力滔天 早就超越了传说级 叶珍 竟然是那两位的孩子 赤灵天地的徒孙 这身份 有些大啊 他整个人都呆滞了 这 这一刻 他也是突然间明白了 墓北为何单独传叶珍四项 封印和太阳古经 这等人王宝树和人王功法 而且对叶珍那般严厉 原来是这样的啊 按照这等身份书来 墓北是叶珍的小师叔啊 叶珍本人也是愣住了 他看着墓北 有些口齿不清了 哥 那个 这 这事儿 真的假的 灵天地的大弟子和二弟子 居然是他的亲生父母 灵天地是他的师公 人王是他的曾师公 这 这个 墓北笑道 自然是真的 要不 我怎会传你人王宝树人王功法 又怎会对你那般严厉 严格地说起来 吴 我应该是你的小师叔 叶珍完全愣住了 这身世来得太突然 他一时间都不知该怎么消化了 就在这时 前方空间围闪 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突然出现 叶珍 图仙仙 第2251章 我听着也不习惯 墓北看向叶珍和图仙仙 笑着喊道 师兄 师姐 叶珍和图仙仙笑着回应 小师弟好 随后 两人都看向叶珍 眼神温和极了 这让叶珍有些不适应了 拉拉拉墓北袖子 哥 这个 那个 混沌葫芦道 叫啥哥 都这回人了 叫小师叔 你叫厚脸哥 你爹娘管他叫啥 叫叔啊 小鼎道 我胡说的对哈 是这个李 叶珍 啊 这个 他看向叶同和图仙仙 爹娘 这 这个 他从来没有想过啊 就在这时 图仙仙闪到跟前 一下子就抱住了他 小真子 对不起哈 妈妈知道错了 妈妈没有不要你的 以前不懂事 就想着效仿你师公的成长路线历练你 妈妈没有不要你的 叶珍愣住 妈妈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与修行机好不一样啊 是那颗星辰里的称呼 好亲切的称呼啊 从来没有人在他跟前说这两个字啊 他整个人都呆滞了 他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怎么响应了 高兴 难受 激动 惊讶 这些情绪 这个时候都没有 而这时 他体内 神秘人道 臭小子 回应一下 别发问了 叶珍这才反应过来 他又看向墓北 墓北笑着点了点头 叶珍这才小声对图仙仙道 我没有怪你们 就是 有些吃惊而已 这时 叶彤走过来 看着叶珍道 那个 就是墓北想笑 这位大师兄有些憨啊 他对叶彤说道 大师兄 不要紧张嘛 叶彤憨憨一笑 而后 他将图仙仙和叶珍一起抱着 墓北笑起来 这就对了嘛 叶彤对叶珍道 孩子 对不起啊 爹也知道错了 叶珍小声道 啊 这个 还好 还好 没事 墓北看着他道 刚才不是说好的高兴风吗 咋还这么拘谨了 叶珍尴尬地笑 他就说一说 没想到 突然间真的两个超级大人物跳出来了 真是他的父母 这也太突然了 能布局紧吗 叶彤和图仙先松开叶彤 图仙先揉了揉叶珍脑袋 成长得真好 妈妈很高兴呢 叶珍尴尬 这是真的尴尬啊 不过 妈妈的存在真的很亲切啊 就算是第一次见 也是很亲切啊 叶彤这时憨笑道 真好 真好 他不太会说话 但看着叶珍的眼神却是柔和得很 充满了慈爱的味道 叶珍这时小声着道 因为有老家伙的引导 还有我哥 鹅 小师叔的指导 图仙先和叶彤看向叶珍身体中 两人感激得道 一路走来 实在是多谢前辈的教导了 他们是一直知道神秘人的存在的 下一刻神秘人的声音从叶珍身体中传出来 不必谢 虽然这小子不太正经 不过 老夫也是很喜欢的 图仙先和叶彤再次道谢 而后 两人又看向墓北 叶彤憨笑道 谢谢小师弟 他和图仙先 都是不敢直接与叶珍相认的 要不是墓北引导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敢来见叶珍 墓北笑道 大师兄客气什么 咱们是一家人 叶彤憨笑着点头 另一边 李悦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也是睁睁的 这时 图仙先突然看向他 朝他招手笑道 小美女 这边来 李悦愣愣的 连忙走过去 朝图仙先行礼 而后到 那个 他看向叶珍 墓北替叶珍做了主的 这个时候 他该叫图仙先娘亲 可是 他和叶珍毕竟还没有成婚 叫娘亲也不合适啊 而后 叫前辈 也不合适啊 他的年龄 比图仙先还大不少的 图仙先看出他的纠结 嬉戏一笑 道 不要纠结 我们对你很满意的 初次见面 送你点小礼物 他抬手 一根玉簪显画出来 玉簪使一出现便是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气息 绝对是远超传说级层次的重宝 李悦连忙拒绝 这 这太贵重了 这个 不能要不能要 图仙先笑着道 木耀拒绝哈 除非你不想任这门亲事 快收起来 他亲自替李悦收起来 夸道 真漂亮 李悦翘脸为红 小声道 谢 谢谢 他低着头看向叶珍 叶珍也看向他 两人面面面相去 这一幕让得木北和黑麒麟他们都是不由得笑起来 连小林初都不由得一压一压了两声 混沌葫芦朝叶珍道 小真子 莫要尴尬和害羞啥的 与父母相认是值得高兴的事 高兴起来 像你厚脸皮小师叔说的那样 你可是人亡一末的传人 欲试不要慌乱 勇敢平静的迎上面对 小鼎道 我胡说的对 听着他们的话 叶珍也是笑起来 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木北在这个地方 与叶珍 图仙仙和叶童聊了一会儿 木北对叶童和图仙仙道 师兄师姐 小真子和黎月姑娘就交给你们了 哈 我去那边了 叶童和图仙仙点头 叶童道 去那边 记得小心一些 那边的顶尖站立是很强的 尤其是那边的戒主 非常厉害 以我们这边的站立 只有师父他们五人可以镇压 木北点头 我知道的 叶珍看向他 他对叶珍道 小真子 我就先走了哈 你努力修炼一下子 尽快跟上来 叶珍点头 好的哥 他改口道 好的小 小师叔 木北哈哈一笑 道 别说你叫的不习惯 我听着也是不习惯 被一个同龄的人叫小师叔 的确是有些不习惯的 他对叶童和图仙仙道 走了师兄师姐 叶童和图仙仙点头 木北带着黑麒麟和混沌葫芦他们 一晃便就消失在原地 去历练 闯那个强大的平行大宇宙 叶童和图仙仙看着木北离开的背影 笑了笑 而后 叶童看向叶珍 笑着道 走吧 去拜见你的师公和增师公他们 他一挥手 带着图仙仙 叶珍和黎月消失在原地 第2252章少年人 纯净星 此时 木北再次来到了星空中 来到了星空中 那每一宇宙的古福印前 连同那片平行大宇宙的宇宙隧道 便是救灾之后 而此地 依旧是有很多的修行者 里之前更多了 许多人都是来这里看那古福印 看那通往另一个大宇宙的宇宙隧道 竟然还有一个平行大宇宙啊 这真是 对于还有一个平行大宇宙这等事 许多人都是震撼的 久久难以平静 最主要的是 那个平行大宇宙综合实力非常可怕 对他们这边下达了臣服令 若是他们不臣服 那么 对面便会直接打过来 打过来 到时候 就是血战了啊 注定血流成河 我们该怎么办 许多人都不知道 接下来究竟该如何应对了 两个大宇宙间的碰撞 老实说 超出他们这些普通修行者的想象范畴了 这可不是两个家族教派的争斗 而是两个大宇宙啊 将这宇宙隧道直接捣毁了吧 捣毁 只看一下就能知道 没有传说级的力量 根本撼动不了这宇宙隧道分毫 而且 捣毁了又如何 那边完全可以再重建 这 难道 我们真要臣服于那一边 否则 就让那边杀过来 抢占我们的宇宙 许多人紧紧地攥着双手 捣毁宇宙隧道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攥着宇宙隧道杀过去 更是不显示 一般的传说级强者过去也没什么用 那边的力量 真的太强了 可以说 比这边超出了一两个次元 他们拿什么与那边斗 糟糕 现在的近况 真的太糟糕了 可恶啊 许多人咬牙 墓北听到了这些人议论 也感觉得到许多人压抑沉重的心情 并没有在意什么 事实上 这些人的压抑和沉重 是很正常的 毕竟 战争就是很糟糕的事啊 对谁都不好 他自顾自地来到那宇宙隧道处 而后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踏入宇宙隧道 很快消失在这星空中 这 是他 那个掌控天地种子和人王宝树的男人 他再次去闯那个平行大宇宙了 不久前 墓北闯过一次宇宙隧道 最后失败者反 许多人都是看到了的 没想到 这才没过去多久时间 墓北居然再次来闯这宇宙隧道了 这是一心要打过去吗 有老辈修行者叹道 有血型的刚猛男人啊 其他人点头 自对面那个大宇宙发起侵略指令以来 他们这边谁站出来过 一个也没有 那些有名的传说级强者 一次面也没有路 一次反抗的喊话也没有 只有墓北站了出来 没有任何言语 直接闯着宇宙隧道 准备杀到那一边去 这就是血性啊 刚硬至极 这时 另一边 图仙仙和叶童带着叶真理悦来到一个神秘山谷 山谷缭绕各种奇异光辉 人王在与恒天帝对弈 灵天和无依站在一起 灵若仙也在这个地方 叶童和图仙仙朝人王 恒天帝 墓北和无依依依行礼 灵若仙来到叶童和图仙仙跟前 笑嘻嘻地喊道 师兄 师姐 而后 他看向叶真 笑嘻嘻道 小家伙 又见面了哈 叶真挠了挠后脑勺 有些不好意思 灵若仙笑道 还害羞了哈 叶真更加不好意思了 他偷偷看向不远处的人王等人 叶童拉着他上前 依依为他介绍 叶真连忙依依行大礼跪拜 对于这几位 他原本就是一直非常崇拜的 却没有想到 这几位居然都是他的长辈 灵天笑道 好 很好 他亲自将叶真扶起来 随后 他抬手在叶真眉心一点 第一次见 师公送你一点小礼物 一缕天地本源顺着他手心 没入叶真体内 叶真顿时心头一震 天地本源 这位师公居然送出这般重礼 他连忙道 这 这 谢 谢谢师公 他又要跪拜下去 灵天拉住他 道 咱们这一脉没那么多规矩 拜过一次也就行了 以后随意就好 他看向人王道 是吧师父 人王微微一笑 是 他看向叶真 抬手一点 以人王守护加深叶真 妙用无穷 接下来 横天地也送出一份小礼物 无一也送出一份小礼物 对于他们而言是小礼物 但对叶真而言 那可就是受用无穷了 叶真连连道谢 这时 灵天看向黎月 手心出现一柄短刃 将这柄短刃送给黎月 笑道 一个小礼物 这短刃散发着平和 但却恐怖至极的波动 俨然是一宗超级重宝 黎月激动不已 连忙行大礼拜谢 他本身就很崇拜 灵天地等人 这个时候近距离见到这几人 便是更加激动了 灵天笑道 以后便是一家人了 随意点就行 黎月点头 心头还是阵阵翻腾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就是觉得身子被叶真看光了 不好杀叶真 便就让叶真娶自己 他只是觉得叶真是个稍微有点天赋的小流氓灯徒子而已 确实没有想到 叶真的身份来历这么吓人 居然是人亡一末的传人 自己稀里糊涂的 居然和一个人亡传人绑上了婚约 就是 莫名中了超级大宝藏啊 灵天笑了笑 而后问徒仙仙和叶同道 接下来怎么安排 你们带着去修炼 还是留着小家伙在我们这里 我们叫他修炼 屠仙仙一喜 连忙对灵天 人亡和横天地道 师父 师公 你们叫他吧 我没意见的 灵天笑骂道 你这丫头 还没意见 你心里的开花了都 屠仙仙兮兮的吐了吐舌头 能让师父和两位师公亲自教导修炼 那绝对是超级超级超级机缘 这时 叶真突然道 师公 两位曾师公 弟子 弟子有其他事去做 弟子是因一个老家伙走上修行路的 是他一直教导弟子修炼 弟子现在有了传说及修为 可以去帮老家伙重塑本源肉身了 他说道 弟子知道 师公你们能轻易帮忙做到这等事 但是 弟子想要亲自去做 就如同小师叔想要亲自复活养父养母那般 而后 弟子想去追随小师叔 和小师叔一起历练 灵天看着叶真 唯唯一笑道 可以 很好地决定 师公支持你 人王和恒天帝也是点头 恒天帝笑道 小家伙不错 就该如此 叶真腼腆地笑 下一刻 他朝灵天等人行礼 随后与黎月一起 被叶同和图仙仙带着离开了此地 少年人 纯净心 都很好 灵天清笑 第2253章跨界小礼物 此刻 墓北走在宇宙隧道内 如同此前那般 宇宙隧道内昏暖不堪 一伙人沿着这宇宙隧道朝前 混沌葫芦道 那第一个宇宙隧道节点上 肯定已经有老家伙在镇守了 墓北道 肯定的 此前 他们干掉了第一个宇宙隧道节点上的镇守者 此时已经过去很久了 可以想得到 那个地方肯定已经是换上了新的镇守者 不可能空着 他们一伙朝前走 很快 他们终于来到了此前那个第一宇宙节点处 放眼望去 如同他们猜测的那般 第一节点上已经换上了新的镇守者 有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老者盘坐于节点台上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小鼎道 咱们猜得真准 不愧是咱们 九瓶宝连道 小鼎是懂自夸的 墓北哈哈一笑 而这个时候 第一节点上的青色长袍老者睁开了双眼 毛子冷漠地看着墓北一伙 上一次 便就是你们闯这里 杀死了此地镇守者 墓北没有说什么 混沌葫芦道 老棒锤真聪明 不错 就是你爷爷们干的 墓北道 别乱说话 我们没有这般喜欢侵略别人僵土的子孙 知道不 混沌葫芦道 你脸皮厚 你说的对 墓北道 就算脸皮不厚 我这话也是对的 斩魔刀道 你说这话 是承认你脸皮厚了吗 墓北 妈的 上套了 他狠狠瞪了眼 混沌葫芦 混沌葫芦道 瞪咱干啥 咱也没说啥啊 他们在这随意的交谈 心袍老者则是省下脸 这群人是一点也没有将他放在眼中啊 实在是肖狂 下一刻 这宇宙隧道周围 一道道符纹亮起来 这些符纹非常特别 与这片宇宙的符纹不一样 这些符纹像是一个个神秘的小动物 而且 是形态不一样的小动物 像是蜜蜂 像是蝴蝶 像是翼龙 而这些符纹 每一道都散发着十分霸道的气息 吞天炉道 看起来 早有准备 黑麒麟道 很正常 毕竟 咱们之前已经闯过一次 且斩了这里的一人 后面的人就知道我们的实力不是简单之辈 而后便一定会有所准备的 墓北点头 这时 心袍老者从节点台上站起身来 看着墓北道 我借仁慈 给了尔等机会 给了尔等足够的时间考虑臣服 尔等却反而打起了我借的主意 他声音清朗 带着无比不满的情绪 墓北叹了口气 混沌葫芦道 你们侵略别人的疆土 还不许别人反抗 别人反抗了 你还不满了 你这不要脸的老棒锤 给胡爷爷整的都不会了 轻袍老者面色一沉 道 侵略 尔等的格局太低了 我借之主 是为了结束战争方才进入这边 你们这边的争斗 是否一直在持续 是否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生灵死亡 这是不是事实 他冷冷的道 我借之主是为了不再有生灵死亡 要一统这边 是大善 懂吗 而你们这些反抗之辈 是在阻拦大善 是大恶 墓北 黑麒麟 小鼎 小林初 吞天炉 斩魔刀 九瓶宝莲 混沌葫芦 混沌葫芦道 这你马 无耻到本胡都无奈了 墓北笑了笑 下一刻朝着青袍牢者走去 青袍牢者冷冷地看着墓北 愚昧之辈 他抬手一指 四周密密麻麻的符文瞬间 倦向墓北 这些符文非常多 随着倦向墓北 发出一道道怪异的音效 仿佛是崇明 仿佛是寿吼 气息惊人 墓北无极剑意一展 密密麻麻的剑气 第一时间显化 这些剑气呈现实色 实色剑气迎上那些诡异符文 很快与这些符文撞在一起 吃吃吃 一道道符文崩碎 轻袍老者面色淡漠道 剑气很强 但此地已成的沙伐符文有九亿 面对这九亿的符文 你的剑气片刻就会碎 你要不断挥剑 而你的神力 能支撑你挥洒多久的剑气 随着第一节点的镇守之死亡 他们知道了来闯之人实力很强 准备便是很充足 这些时间 他在这里烙印了九亿符文 这九亿符文 就算是耗 也能将墓碑给耗死 甚至不需要他动手 他只需要看着就行 轰轰轰 十色剑气与符文不断碰撞 片刻之后 当十色剑气粉碎了不少的九色符文后 十色剑气终于是粉碎 轻袍老者淡漠道 再次挥剑吧 老夫便就看一看 看看你的神力能支撑你挥 话还没有说完 粉碎掉的那些十色剑气再次显化了出来 继续展向四周的那些符文 如此一幕 让轻袍老者瞳孔萎缩 墓碑展出的这些剑气 粉碎了后 居然能重现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招式的剑气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混沌葫芦朝他道 老棒锤 是不是脑子嗡嗡的 轻袍老者面色冷漠 等着瞧 四周 更多的符文卷来 压制十色剑气 很快 展碎大片符文的十色剑气粉碎 不过 十色剑气在粉碎的刹那间 便是在一次显化出来 以一个圆形圈 乘360度卷向四周 吃吃吃 符文一道道粉碎 十色剑气也一道道粉碎 不过 每一次十色剑气粉碎后 都是在刹那间便就再次显化出来 根本没有真正消失的时候 时间推移 很快 就一符文被十色剑气全部斩碎 轻袍老者瞳孔揍起来 怎么可能 他准备了那么久的符文圈杀招 木北却居然只是简单的一击就给他毁掉了 怎么会 他死死地盯着木北 小辈 你有些手段啊 木北笑而不语 混沌葫芦道 没有一点手段 怎么会朝你借打过去 你说是把老棒锤 轻袍老者冷冷地道 打到我借去 痴人说梦 宇宙隧道一共九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有镇守者 而越是到后面 镇守者的实力越强 就算是你借那七个信仰传承的领袖来传也传不过去 就凭你们想闯过九关抵达我借 痴人说梦 此前 他们那边对这片大宇宙进行了一个情报调查 许多情报都传了回去 让他们知道了这边宇宙修行界的一个大致情况 木北也不说什么 下一刻他整个人出现在轻袍老者跟前 而出现在这里的第一时间 朱杰剑出现在了他手中 这一剑已经画像轻袍老者脖子 轻袍老者被这等速度所惊 连忙全力挥拳迎上去 这一拳挥出 四十道命轮光环直接显化出来 四十轮命轮神环绽放璀璨光芒 覆盖在他全端 全是惊人 而这时 木北无限剑一一斗 一股强大风镜之力顿时显化 直接压制了轻袍老者的四十轮命轮之力 让得这四十轮命轮的光辉一下子暗淡了许多 气势也弱了很多 下一刻 木北的剑与轻袍老者的拳头撞在一起 吃 轻袍老者拳头飞起来 随后 周杰剑斩棘的趋势没有任何变化 余下一瞬间落在对方脖子上 吃 轻袍老者脑袋飞起来 血水喷涌而出 没有立刻死去 轻袍老者飞起的脑袋 脸上流露出骇人的表情 怎么可能 凌具出四十轮命轮的他 放在这边的大宇宙而言 是有传说及实力的 可如今 却居然被这边的一个年轻代修饰一剑给斩掉了 就一剑 他声音渐渐虚弱了 你刚道出这个字 侵入他头颅中的剑气爆发 令他头颅直接炸开 墓北挥手 一道光飞出 对方身体中飞出一些光团 乃是存于体内的宝物等 有宝丹 灵药和宝兵等 其中 他倒也是找到了几十块天地异象原石 他笑起来 不错不错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对面的那个平行宇宙 便也是有天地异象原石的 他过去那边找天地异象原石 泼妥的能行 混沌葫芦这个时候到 六阿后脸皮 轮回眼天星领域和天地种子之力 一个没有展现 仅仅靠着剑意就弄死了这老棒锤 犀利 大清袍老者 按照他们这边的实力级别来说 应该是有传说级三重的实力 但却被沐北以常态就给一箭砍掉 这战戟 着实是惊人 沐北摆了摆手 道 逼掉 逼掉 这就很正常的事 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混沌葫芦道 对对对 你叫牛北 你说的对 沐北哈哈大笑 他招呼一伙越过这第一宇宙节点 朝前面走去 走着走着 他突然停了下来 朝身后的那个宇宙隧道节点看去 黑麒麟问道 怎么了 沐北突然笑起来 道 就这么走了 感觉不太合适 留一下东西吧 他返回那节点位置 右手在节点上轻轻压下 顿时间 一条条龙纹显画出来 这些龙纹快速没入这个空间节点内 消失于无形 黑麒麟目光围动 你这是 沐北嘿嘿笑道 预备一下 如果有需要 之后便就当做一个跨界小礼物 第2254章小老头真会想 听着沐北的话 混沌葫芦他们格格嘖嘖起来 老鹰逼 加一 加一万 沐北 智慧 智慧懂不懂 他说道 朝前面走去 黑麒麟和小灵初他们跟上去 此时 宇宙隧道后面的八个节点 镇守于这些节点上的镇守者 这个时候 格格于闭目养神中睁开了双眼 第一节点的镇守者 被杀死了 又来了 这一次便就永远留在这宇宙隧道内吧 声音冰朗 充斥着无情和冷漠 沐北一伙于宇宙隧道内一路前歇 宇宙隧道的距离还是非常延长的 大约走了促个时辰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第二节点 第二节点上 已经有一个手持战毛的老者看着这边 战毛老者浑身散发着霸道气场 仿佛自身就是一干血沙之毛 随时会发起雷霆毁灭一击 黑麒麟道 看来这些个空间节点上的镇守者 相互间是有感应的 我们杀死第一空间节点镇守者的第一时间 后面这些镇守者便是就感应到了 墓北点头 几乎是下一刻 一缕寒毛来到墓北跟前 战毛老者持着战毛 画作一道光刺到了墓北跟前 毛间距离墓北眉心仅有寸许距离 图刺速度惊人 而也是这时 墓北身前出现一张四项封印图 四项封印图将这一击直接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有一道剑气显化出来 这道剑气直接展向这战毛老者 刷 战毛老者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那宇宙节点上 速度非常快 他看着墓北 看着墓北身前的四项封印 你接纳各所谓人亡的宝树 你是人亡的传人 墓北笑道 你们收集到的情报导师不少哈 战毛老者毛子冷漠 未战楼以一不可倾心 此乃我界的宗旨 他看着墓北道 所谓的人亡 与我界跟前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在你界终究也是号称无敌 老夫导师想看一看 这在你界号称无敌的人亡 其宝树究竟有多强 配不配得上所谓的无敌二字 他一抖手中战毛 刹那间抵达墓北跟前 速度超级快 墓北抬手 一掌挥出 掌心显化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直接迎上这一枪 那就是一事 这一枪与四项封印撞在一起 嗡 四项封印直接一抖 散发出强大的封印之力 第一时间压下战毛上的强大能量 同时 让战毛老者自身的能量 也开始变得虚弱凝结 战毛老者脸色为变 他的力量居然在被封印 墓北寄出的那四项封印 明明还没有落在他身上 他体内的能量 居然就开始凝固了 这让他露出一丝心迹 他快速后退 不过 就在他后退的第一时间 他身后出现一张四项封印图 这四项封印图 直接印在他脊背上 嗡 四项封印图发光 瞬间压下他所有能量 随后 墓北持着的四项封印图 画作一道光刺 对方脖子初一画而过 痴 战毛老者脑袋飞起来 血水喷涌而出 他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怎么可能 这四项封印 竟有这么强吗 一瞬间秒杀了他 他被秒杀了 墓北看着他道 好玩吧 战毛老者面色惊慌 下一刻 整个人便是失去了气息 那一边的修行者 他们的修行体系放弃神魂 这虽然让他们拥有非比寻常的强大力量 但却也是有一个大弱点 那便是 一旦肉身受到大伤害 他们的生命便也会走向终点 战毛老者脸上的表情渐渐呆滞 眼中的生命色彩很快便就消失 死 墓北挥手 将对方的战毛收起来 这也是一杆传说级别的宝兵 非常厉害 随后 他挥手 将对方体内的一些宝物等收起来 其中有几十块天地异象原石 而且还有一块道元 这让他笑起来 对面居然还有道元的存在 不错不错 很好哈 他收起这些东西 随后 他想到一个问题 对面大宇宙的修行体系 虽然与他们这边不一样 但是 对面大宇宙的资源大道和法则等 似乎与这边并没有区别 大宇宙 平行大宇宙 他思索起来 总觉得 宇宙的范畴太过广袤了 他如今对宇宙范畴的理解 似乎还是很狭隘 还没有除谋到真正的大宇宙 黑麒麟问道 怎么了 墓北道 老黑 你说宇宙 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宇宙 和他们那边的平行大宇宙吗 是否还有其他的大范围 真正的恒定唯一大宇宙 是不是更大一些 更广袤一些 黑麒麟听的为愣 道 之前大宇说 就我们这大宇宙 和那个平行大宇宙 以那位的级别 应该不会错的吧 墓北道 是吗 我感觉 不太对啊 大宇宙 平行大宇宙 就这俩吗 那么 轮回 只有他们这边有轮回吗 轮回 号称真正的终极力量 驱使着一切的运转 如果只有他们这边的大宇宙 就驱使他们这的大宇宙运转 他还不会多想 可是现在 出现了一个平行大宇宙 而这个平行大宇宙 除了修行体系 与他们这边不一样外 其他的资源等等 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 也有天地异象原始 也有道元 对面也知道轮回眼 也知道轮回 他就感觉 轮回的定义 应该会更宽广一些 顿了顿 他目光有些微微闪烁 随后 他说道 算了 暂时不纠结这个 他来到那第二节点前 在这第二节点上 烙印上密密麻麻的龙文 这些龙文 没入这第二节点内消失 随后 他招呼黑麒麟 他们朝第三节点走去 此刻 另一个地方 凌若先隔空 看着宇宙隧道内 脸上浮出笑意 心笑道 不愧是我可爱的弟子 和可爱的弟弟哈 听他说着这话 大宇和慕依依等女 都是动容 大宇道 仙大人 您这意思是 他的感知没有问题 除了我们这个大宇宙 和那平行大宇宙空间外 还有其他的次元宇宙 慕依依等女也看着凌若先 凌若先笑了笑 道 我以前说过的吧 大宇宙是无边无影 没有极限 没有边际 没有镜头 你们理解中的大宇宙 只是自己身处的这片大空间 将你们所知道的修行极限范围 南瓜为一个大宇宙 这终究还是太局限了 他说道 唯一大宇宙 南瓜所有平行宇宙和次元宇宙 南瓜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无尽道法种种因果 一切变量 都包含在大宇宙之内 大宇和慕依依等女文言 都争住了 以前他们的认知 原来是那么浅薄的吗 林若先看着他们 笑道 加油啊少女们 你们要走的路 还很长很长 宇宙隧道内 此刻 墓北与黑麒麟他们一路前行 又过去大概促个时辰后 他们来到了第三节点 第三节点上 一个魁梧老者赤裸着上半身 浑身肌肉膨胀 散发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似乎简单一拳就可以将一个大规模宇宙粉碎掉 魁梧老者目光直接落在墓北身上 年轻小子 他的眸光十分锋利 如同是一柄利剑 黑麒麟说道 他的力量 与之前两个节点镇守者 要强上许多 混沌葫芦道 本胡也是感觉到了 很厉害 按照咱们那边的修行体系来划分 应该是有传说及武众这个层次 墓北点头 道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小顶道 武众而已 在后脸皮这里 依旧是不够看的 九瓶宝莲道 小小武众传说 轻松拿捏 墓北哈哈一笑 他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谈笑 让他那魁梧老者眼神一下子变得极其锋利 看不起他 墓北一伙明显是看不起他 嚣张的东西 轰 一股强大的气场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他整个人瞬间包裹着无穷的纯力量光辉 下一刻 他一晃便就出现在墓北跟前 直接一拳轰向墓北 纯力量的一拳 拎着宇宙隧道都动荡起来 狂暴至极 墓北弹笑 肉身之力 有意思 他简单一拳迎上去 下一刻 拳与拳撞在一起 砰 一道爆炸性的梦想传出 随后 下一刻 嗑的一声 骨头的声音跟着传出来 魁梧老者挥拳的拳头 五指根根骨折 而后 这拳头上出现裂痕 裂痕如同蜘蛛网一般扩散开来 眨眼间遍布全身 魁梧老者惊悚 怎么会 他修行骨体术大神通 肉身之强坚不可摧 就算是四十三轮命轮的大修士 在肉身上也与他无法相比 可如今 对面宇宙的一个年轻小子 居然一拳之下 让他的肉身出现了这般巨大的伤害 下一刻 哼 他肉身直接崩碎 当场炸开 死 混沌葫芦道 与轮回体比肉身强度 小老头儿也真是会想 这就纯纯的鸡蛋碰石头啊 小鼎这时道 我胡说得对 木北哈哈一笑 收起魁梧老者体内的宝物等 在第三节点留下足够的龙纹 随后朝着第四节点而去 第2254章小老头真会想 听着木北的话 混沌葫芦他们哥哥嘖嘖起来 老鹰逼 加一 加一万 木北 智慧 智慧懂不懂 他说道 朝前面走去 可以麒麟和小灵出他们跟上去 此时 宇宙隧道后面的八个节点 镇守于这些节点上的镇守者 这个时候 格格于闭目仰神中睁开了双眼 第1节点的镇守者 被杀死了 又来了 这一次 便就永远留在这宇宙隧道内吧 声音冰朗 充斥着无情和冷漠 木北一伙于宇宙隧道内一路前些 宇宙隧道的距离还是非常延长的 大约走了促个时辰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第2节点 第2节点上 已经有一个手持战毛的老者看着这边 战毛老者浑身散发着霸道气场 仿佛自身就是一干血杀之毛 随时会发起雷霆毁灭一击 黑麒麟道 看来 这些得空间节点上的镇守者 相互间是有感应的 我们杀死第一空间节点镇守者的第一时间 后面这些镇守者便是就感应到了 木北点头 几乎是下一刻 一缕寒芒来到木北跟前 战毛老者持着战毛 化作一道光刺到了木北跟前 毛间距离木北眉心仅有寸许距离 图刺速度惊人 而也是这时 木北深前出现一张四项封印图 四项封印图将这一击直接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有一道剑气显化出来 这道剑气直接展向这战毛老者 刷 战毛老者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那宇宙节点上 速度非常快 他看着木北 看着木北深前的四项封印 你接纳各所谓人亡的宝树 你是人亡的传人 木北笑道 你们收集到的情报导师不少哈 战毛老者毛子冷漠 未战楼以一不可倾心 此乃我界的宗旨 他看着木北道 所谓的人亡 与我界跟前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在你界终究也是号称无敌 老夫导师想看一看 这在你界号称无敌的人亡 其宝树究竟有多强 配不配得上所谓的无敌二字 他一抖手中战毛 刹那间抵达木北跟前 速度超级快 木北抬手 一掌挥出 掌心显化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直接迎上这一枪 那就是一事 这一枪与四项封印撞在一起 嗡 四项封印直接一抖 散发出强大的封印之力 第一时间压下战毛上的强大能量 同时 让战毛老者自身的能量也开始变得虚弱凝结 战毛老者脸色为变 他的力量居然在被封印 木北寄出的那四项封印明明还没有落在他身上 他体内的能量居然就开始凝固了 这让他露出一丝心迹 他快速后退 不过 就在他后退的第一时间 他身后出现一张四项封印图 这四项封印图直接印在他脊背上 嗡 四项封印图发光 瞬间压下他所有能量 随后 木北持着的四项封印图画作一道光字对方脖子初一化而过 痴 战毛老者脑袋飞起来 血水喷涌而出 他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怎么可能 这四项封印 竟有这么强吗 一瞬间秒杀了他 他被秒杀了 木北看着他道 好玩吧 战毛老者面色惊慌 下一刻 整个人便是失去了气息 那一边的修行者 他们的修行体系放弃神魂 这虽然让他们拥有非比寻常的强大力量 但却也是有一个大弱点 那便是 一旦肉身受到大伤害 他们的生命便也会走向终点 战毛老者脸上的表情渐渐呆滞 眼中的生命色彩很快便就消失 死 木北挥手 将对方的战毛收起来 这也是一杆传说级别的宝兵 非常厉害 随后 他挥手 将对方体内的一些宝物等收起来 其中有几十块天地异象原石 而且还有一块道元 这让他笑起来 对面居然还有道元的存在 不错不错 很好哈 他收起这些东西 随后 他想到一个问题 对面大宇宙的修行体系 虽然与他们这边不一样 但是 对面大宇宙的资源 大道和法则等 似乎与这边并没有区别 大宇宙 平行大宇宙 他思索起来 总觉得 宇宙的范畴太过广袤了 他如今对宇宙范畴的理解 似乎还是很狭隘 还没有触摸到真正的大宇宙 黑麒麟问道 怎么了 木北道 老黑 你说宇宙 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宇宙 和他们那边的平行大宇宙吗 是否还有其他的大范围 真正的恒定唯一大宇宙 是不是更大一些 更广袤一些 黑麒麟听的为愣 道 之前大宇说 就我们这大宇宙 和那个平行大宇宙 以那位的级别 应该不会错的吧 木北道 是吗 我感觉 不太对啊 大宇宙 平行大宇宙 就这俩吗 那么 轮回 只有他们这边有轮回吗 轮回 号称真正的终极力量 驱使着一切的运转 如果只有他们这边的大宇宙 就驱使他们这的大宇宙运转 他还不会多想 可是现在 出现了一个平行大宇宙 而这个平行大宇宙 除了修行体系 与他们这边不一样外 其他的资源等等 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 也有天地异象原石 也有道元 对面也知道轮回眼 也知道轮回 他就感觉 轮回的定义应该会更宽广一些 顿了顿 他目光有些微微闪烁 随后 他说道 算了 暂时不纠结这个 他来到那第二节点前 在这第二节点上烙印上密密麻麻的龙文 这些龙文没入这第二节点内消失 随后 他招呼黑麒麟他们朝第三节点走去 此刻 另一个地方 凌若先隔空看着宇宙隧道内 脸上浮出笑意 心笑道 不愧是我可爱的弟子和可爱的弟弟哈 听他说着这话 大宇和穆依依等女都是动容 大宇道 先大人 您这意思是 他的感知没有问题 除了我们这个大宇宙和那平行大宇宙空间外 还有其他的次元宇宙 穆依依等女也看着凌若先 凌若先笑了笑 道 我以前说过的吧 大宇宙是无边无影 没有极限 没有边际 没有尽头 你们理解中的大宇宙 只是自己身处的这片大空间 将你们所知道的修行极限范围南瓜为一个大宇宙 这终究还是太局限了 他说道 唯一大宇宙 南瓜所有平行宇宙和次元宇宙 南瓜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无尽道法种种因果 一切变量 都包含在大宇宙之内 大宇和穆依依等女文言 都争住了 以前他们的认知 原来是那么浅薄的吗 凌若先看着他们 笑道 加油啊少女们 你们要走的路 还很长很长 宇宙隧道内 此刻 木北与黑麒麟他们一路前行 又过去大概促个时辰后 他们来到了第三节点 第三节点上 一个魁梧老者赤裸着上半身 浑身肌肉膨胀 散发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似乎简单一拳就可以将一个大规模宇宙粉碎掉 魁梧老者目光直接落在木北身上 年轻小子 他的眸光十分锋利 如同是一柄利剑 黑麒麟说道 他的力量 与之前两个节点镇守者 要强上许多 混沌葫芦道 本胡也是感觉到了 很厉害 按照咱们那边的修行体系来划分 应该是有传说及武众这个层次 木北点头 道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小顶道 武众而已 在后脸皮 在后脸皮这里 依旧是不够看的 九瓶宝连道 小小五众传说 轻松拿捏 木北哈哈一笑 他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谈笑 让他那魁梧老者眼神一下子变得极其锋利 看不起他 木北一伙明显是看不起他 嚣张的东西 轰 一股强大的气场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他整个人瞬间包裹着无穷的纯力量光辉 下一刻 他一晃便就出现在木北跟前 直接一拳轰向木北 纯力量的一拳 拎着宇宙隧道都动荡起来 狂暴至极 木北弹笑 肉身之力 有意思 他简单一拳迎上去 下一刻 拳与拳撞在一起 砰 一道爆炸性的梦想传出 随后 下一刻 嗑的一声 骨头的声音跟着传出来 魁梧老者挥拳的拳头 五指根根骨折 而后 这拳头上出现裂痕 裂痕如同蜘蛛网一般扩散开来 眨眼间遍布全身 魁梧老者惊悚 怎么会 他修行骨体术大神通 肉身之强坚不可摧 就算是四十三轮命轮的大修士 在肉身上也与他无法相比 可如今 对面宇宙的一个年轻小子 居然一拳之下 让他的肉身出现了这般巨大的伤害 下一刻 砰 他肉身直接崩碎 当场炸开 死 混沌葫芦道 与轮回体比肉身强度 小老头儿也真是会想 这就蠢蠢的鸡蛋碰石头啊 小鼎这时道 我胡说的对 木北哈哈一笑 收起魁梧老者体内的宝物等 在第三节点留下足够的龙纹 随后朝着第四节点而去 第2255章要动真格的了 宇宙隧道内 空间横定 银灰交织 木北一伙朝着第四节点而去 缓步行于宇宙隧道内 而后渐渐的 四周突然升腾起点点围光 这些围光石一出现 便是突然变化出非常多 一股十分压抑的气息 竟直弥漫而出 木北止步 黑麒麟道 在这里居然还布置了这等手段 这些光点 他感觉到了极大的侵蚀能量 就是如同朱杰剑的死灵之力那般 可以侵蚀生灵 一旦被侵蚀 绝对会是非常糟糕 木北笑了笑 小道尔 对于如今的他而言 这等手段已经不算是什么了 他意念微动之下 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强大的封印智能扩散 直接将四周的所有这等围光全部压制 他顶着四项封印朝前走 所过之处 所有的侵蚀性光点 一一地消散无形 另外六个宇宙节点上 这时候 镇守于这几个节点的强者格格面色凝重 短短片刻间 三个节点失手了 这可不是小事 第五节点和第六节点 一起前去第四节点 合力镇守 镇杀来犯之敌 第九节点位置的镇守者 传出冷漠的声音 好 第五节点和第六节点的镇守者响应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朝着第四节点而去 木北一伙行走于宇宙隧道内 随着朝前走 除了那些侵蚀性的围光点外 其中的符文杀印也跟着一起出来 甚至可以粉碎掉时空 不过这些符文杀印 未能终究还是欠缺了不少 或则说是 木北如今的实力非常强了 四项封印加深的情况下 这些符文杀印着实是没有什么威胁 都被四项封印隔绝了 时间流逝 很快 六个多时沉过去 六个多时沉过去 终于 一伙人来到了第四节点 而来到这个地方的第一时间 一伙人便是看到了前方站着三个老者 这三个老者 左边一人背负巨刀 中间一人手持战枪 右边一人头顶悬着宝印 格格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一个比一个强 其中 那个手持战枪的老者 气息最是强大 足有传说及六重层次了 九平宝连道 三人 这里有三个镇守者 吞天卢道 应该是前面几个节点的镇守者 在短时间内都被镇杀 为了快速抵御来犯之人 便就将后面第五节点和第六节点的镇守者 一起拉到了这里 黑麒麟道 卢人这个猜测 应该是对的 穆北也是点头 很显然 就是这样子了 混沌葫芦道 厚脸皮 这里怕是要动真格了啊 穆北道 差不多吧 不过 也没什么太大压力 最强传说级六重而已 不算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 他现在可是有传说级七重的战斗力 而这个时候 前方 那三个老者直直地盯着墓北 大背负巨刀的老者冰冷道 杀 杀字一出 墓北一伙四周 宇宙隧道那顿时有着一道道符文烙印显化出来 这些符文烙印汇聚成阵 随着符文阵一成 第一时间 一股可怕杀意浩荡 非常强的杀意 墓北朝前走 黑麒麟和小灵初则是同时动手 黑麒麟展现强大的妖力 小灵初画出本体 六色神光淹没一切 两股力量与这等符文大阵碰撞在一起 顿时令这符文大阵剧烈晃动 而后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最终 咔嚓一声 这座符文大阵直接便崩溃 对面 三个阵守者谋字齐齐一宁 这符文大阵虽然不是非常强 但却也是威能惊人的 可是 墓北身边的两个宠物居然就给崩溃了 有意思 战枪老者道 他一斗手中战枪 一股强大的枪微请客间扩散 而他左右两边 那剧刀老者已经是拔出了剧刀 投选宝印的老者也是将宝印持到了手中 两人同时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出现在墓北的左侧和右侧 坑 翁 巨刀和宝印 一左一右的同时攻向墓北 墓北左右两侧的有一张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这两张四项封印 分别挡住巨刀以及纳宗宝印 通龙 惊人的轰鸣声响起 双方持平 而这时 伴随着一道凌厉的杀意 战枪冲粘手持战枪 刹那间便就冲到了墓北跟前 而这时 朱杰剑出现在身前 而后 朱杰剑化作一道剑光营上去 下一刻 朱杰剑与战枪撞在一起 剑尖对枪尖 两者这般撞在一起 直接爆发出刺耳的金属翠音 可怕的力量形成巨风滚滚扩散 震得这宇宙隧道壁垒不住的晃动 仿佛下一刻就要崩毁 持平 战枪老者眸子凝重 直直地盯着墓北 不可思议 墓北一人 居然挡住了他们三人的攻击 而且 墓北显得比较随意 俨然还没有动真正的手段 这让战枪老者眼神有些冰冷起来 强归强 可墓北这等姿态 却着实是让他不悦 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 看不起他们的姿态 他冷冷的道 莫保留了 直接用全力吧 话落 他手中的战枪抖动翁鸣 顿时尖威势大增 而持刀老者和那宝应老者 两人的攻击力则也是大幅度的提升 在这等攻势之下 墓北渐渐被压制 不过 墓北的表情确实平静得很 他直接开启轮回眼 而后 轮回眼光灰一闪 抢起压敌智能发动 随着轮回眼的这个能力发动 三个老者的攻击力顿时大幅度削弱 而四项封印和朱结件的能力则是为之暴涨 随后 砰 砰 锯刀老者和宝应老者直接横飞出去 而处在墓北正前方的战枪老者 手中的战枪直接刻得一声崩碎 而后 崩碎的战枪碎片急速而上 刹那间将这个战枪老者贯穿出十几个血洞 斜水不住的剑出 刷 刷 锯刀老者和宝应老者快速出现在战枪老者跟前 各自施术 两团宝光笼罩在这人身上 帮助这战枪老者很快修复了伤体 而后 三人看向墓北 目光落在墓北的双眼上 格格流露出震撼的表情 轮回眼 传说中的 轮回眼 第2256章小脑萎缩的感觉 轮回眼 三个老者都被惊到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开启了轮回眼 这可是传说中的旧级童书啊 与轮回相关的童书啊 开启了轮回眼 那就是说 眼前这个年轻人 能最大程度的接近轮回 战枪老者盯着墓北道 你是如何掌控到轮回眼的 墓北道 关你屁事 战枪老者脸色一目 你这是什么态度 墓北笑起来 混沌葫芦道 老棒锤 你胡爷爷给你一棒 你反抗一下 胡爷爷问你什么态度 你觉得 你胡爷爷这么温和是吗 是不是有点小脑萎缩的那种感觉 战枪老者顿时长红了脸 牙尖嘴利 牙 话还没说完 墓北出现在了他跟前 而出现在这个位置的第一时间 墓北手中的朱杰剑已经是静止斩了下去 无极剑一环绕朱杰剑之上 一股恐怖的剑力 请客间浩荡开来 战枪老者惊悚 清晰感觉到了这一剑的可怕 连忙大吼着 全力一拳轰上去 而同一时间 巨刀老者和纳宝印老者一起出手 手中巨刀和宝印再次绽放出最为璀璨的光芒 直接朝着墓北轰上去 墓北轮回眼移动 强挤消敌的神效发动 随着这个能力发动 三个老者寄出的攻击顿时尖威势大减低 而墓北的剑力则是暴涨 下一刻 双方撞在一起 刻刻 巨刀和宝印同时粉碎 而后 砰砰砰 三个老者同时横飞出去 格格横飞出去数百丈 三人快速站起身来 格格嘴角一血 脸上流露出惊悚和不可置信的表情 以他们的实力 竟然完全不是墓北的对手 被压制了 墓北提着朱杰剑 朝着他们走过去 三个老者脸色难看得很 之前那个战枪 老者咬牙道 退 先 话还没说完 墓北出现在了他跟前 而出现在这个地方的第一时间 四项封印随着显化 四项封印直接镇压而下 将三个老者一起笼罩 而墓北手中的朱杰剑 也是于同一时间朝着三人一个立踢 坑 十色剑气光灰着墓 趁着四项封印将三人镇压的情况下 剑力直接将三人淹没 砰 砰 砰 三人再次横飞 而这一次 三人体表布满了裂痕 如同脆弱的陶瓷般 下一刻就要崩碎 三人更加惶恐 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有这般强大的战力 他们三人合力 竟然还被墓北压着打 全程被压着打 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三人对视了一眼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退走 退 现在只能是退了 退到第七节点那里 让第七节点的镇守者与他们合力 凝聚四王合集大阵 以此来对付墓北 只有这样 方才有取胜的机会 不过 虽然他们逃跑的速度很快 虽然眨眼间便就跑得没了影 但是却又怎么逃得过墓北的手心 仅仅只是轮回眼目光微动 便是直接将三人强行拘了回来 落到第四节点的位置上 三人顿时动容 怎么回事 方才他们明明已经逃出去了很远 墓北的身影都已经看不到了 却怎么会突然间又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下一刻 他们目光落在墓北的轮回眼上 是这双眼的特殊能力 轮回眼 这一刻 他们一下子就猜到了 一定是墓北发动了轮回眼的特殊能力 强行将他们拘了回来 还有之前 他们的攻击被削弱 而墓北自己的攻击变强 这应该也是轮回眼的特殊能力 他们都有些慌了 轮回眼的这些能力太强了 完全压制着他们 下一刻 其中那个持刀老者盯着墓北道 小辈 你不要乱来 我借知主吃 一道十色剑气滑过 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落在对方脖子上 令得对方脑袋顶可肩飞起来 血水喷涌而出 另外两个老者健壮 顿时变色 连忙寄神力帮助这个老者稳固头颅和命远 不过 下一刻 两道十色剑气一化而过 这两人的头颅也跟着飞起来 血水随着喷涌而出 三人都惶恐了 就这么片刻间他们全部被斩下了头颅 嗖嗖嗖 他们身体重 三道宝光快速飞出 是三宗宝符 这三宗宝符飞出来 第一时间绽放光辉 笼罩住他们的残缺 要将残缺合一 显然 他们的修行体系 神魂不在 肉身毁了 命就没有了 这个缺点 他们也知道 所有便就锻造了保命的护符 此刻 这等宝符治愈伤体的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便就让他们的头颅与无头身躯合一 而后快速治愈好 只是 这又有什么用 他们才刚刚治愈好肉身 墓北便是提着剑来到了跟前 结合无极建议 直接一剑化开 这一剑化开 顿时间有密密麻麻的十色剑气显化 这些十色剑气形成网状结构 直接将三人笼罩 三人惊恐 联盲技全力凝聚能量防护盾 不过 这等能量防护盾在墓北的轮回眼和无极建议下 确实显得脆弱不堪 一刹那间就被粉碎 随后 十色剑往划过 将三人直接斩为碎块 此前那等宝符再次飞出 只不过 才刚飞出便被墓北探出神光大手印直接钻住 而后压制住收了起来 三人破碎的身体剧烈挣扎 但却也是没有任何用 下一刻便是就没有了动静 死 墓北探到 无敌真是苦恼啊 毫无对手 黑麒麟 混沌葫芦 小顶 斩魔刀 昆天炉 斩魔刀 九瓶宝莲 连小灵初都不由得一压一压了两声 墓北哈哈一笑 将三人身体内空间中的宝物资源收起来 在这第四节点位置上留下足够的龙文印记 随后朝着下面的宇宙隧道节点而去 黑麒麟和小灵初他们跟上去 而这同一时间第七节点第八节点和第九节点的镇守者 感应到了三个老者的气息消失 一时间三大强者格格脸色沉重起来 三大镇守者合力居然也被杀了 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要糟糕 从那一边来犯的人 比他们想象中要更强一些 将此事传回我界 我等一起到第五节点去截杀 最强的第九节点镇守者传出冰冷声音 第2257张生锈可不好玩 宇宙隧道内 墓北一伙缓慢朝前走 混沌葫芦道 厚脸皮 咱感觉 接下来应该会是一场比较有难度的战斗了 墓北道 把咱感觉三个字去掉 进入这宇宙隧道 他们连续斩掉了六个镇守者 其中还有实力堪比传说级六众的人 可以想象到 后面的镇守者 便必定会再次一起迎战他们 而最后面的镇守者 实力必定会比前面强 或许有实力堪比传说级八重的强者也说不定 而且 概率非常高 传说级八重 这个实力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确实是有难度的 毕竟 现在的他 战力也就传说级第七重而已 相差一众 差的可不是境界 差的实力 如果是境界上差一众 他可以轻松碾压 实力上差这一众 这一众的战力 那可是很大的 混沌葫芦道 到时候 你是一个人打 还是咱们一起打 咱们一起打吧 一起打贼有意思 沐北哈哈一笑 道 看情况吧 说不定 我一个人就搞定了 混沌葫芦道 不是啊 还是得给咱们发挥一下的机会是不 要不 以后生锈了 小鼎道 我胡说的对 生锈可不好玩 沐北 神特么生锈 他说道 喜欢动手就动吧 我也没阻拦你们啊 混沌葫芦道 这就是了 一起打一起打 他们一伙朝前走 速度不急不缓 不多久后 他们便就来到了第五节点处 而来到这个地方 如同之前在第四节点时那般 这个地方也是有着三个老者镇守着了 这三人 格格赤手空拳 但所散发出的气势 则是格格非常惊人 最差都是有着传说级七重 而最中间的一个赫发老者 赫然有传说级八重的力量 沐北双眼唯唯尼喜 还真是如同他猜测的那般 有传说级八重的战略拦截在这里 而这个时候 赫发老者三人也盯住了他 盯着他 赫发老者三人格格毛子冰朗 赫发老者道 小子 你好大的胆 沐北吃笑 混沌葫芦道 老棒锤 你们侵略咱们的疆域 公然搭建这宇宙隧道 咱们反抗一下子 还称咱们大胆 老棒锤 你真是好无耻的思维 赫发老者面色一寒 区区一个葫芦 竟敢这般与他说话 他盯着混沌葫芦 等着 稍后将你镇压进毛坑一万年 混沌葫芦道 镇压你母亲 赫发老者顿时大怒 刚想说什么 混沌葫芦道 镇压你全家十八代 赫发老者暴怒 找死 轰 一股强大的气势 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他迈步而动 整个人带着强大的神能浪潮 刹那间便就来到混沌葫芦跟前 一拳轰向混沌葫芦 坑 剑意蒸蒸而鸣 朱节剑出现在混沌葫芦跟前 直接迎着赫发老者的这一拳一个力劈 这一劈 霸道的剑力挥洒而上 与赫发老者的这一拳撞在一起 当 伴随着惊人的金属翠音 朱节剑被震飞 而这个时候 飞麒麟和小灵初同时动了 飞麒麟上来就是妖地九转大神通 而小灵初则是展现了真神 六色神光浩荡 四项守护和五行恶守护也是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 这等力量与妖地九转一起来到这个赫发老者跟前 赫发老者连忙再次挥拳 全力爆炸 吃 吃 妖地九转和小灵初的攻击被生生轰碎 这一拳的力量 非常霸道 不过 这个时候 墓北本人出现在了对方跟前 速度快的惊人 而来到这个位置上的第一时间 墓北的拳头已经是轰向了对方 这一拳 是纯粹的肉身之力 但这一拳的威势却是直接砸碎了时空 这强大的力量 让得和发老者也是动容 这等肉身之力 已经是完全超越他了 他连忙施展拳术 一道拳硬显化出来 拳硬四周带着奇异的各种符文 力量非比寻常 下一刻 墓北的一拳 就要与这等拳硬撞在一起 而就在这时 墓北目光移动 整个人直接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和发老者身后 拳头直接轰向和发老者头颅 空间大到 目光所及之处 可以瞬间移动 这是真正的瞬间移动 与那些没有掌控空间大到 而撕裂空间的移动不一样 也与那些纯粹靠速度跨越空间不一样 撕裂空间和靠速度移动 就算再快 那也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哪怕是万分之一个呼吸的时间 那也是需要耗费时间 而依靠空间大到所完成的瞬间移动 就如同瞬间这个词一样 它是没有时间差的 不需要耗费时间 特发老者一惊 这一拳他完全没有料到 这等攻势来得太突然了 他避不开 更是没有能力反击 而就在这时 与他一起的轻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一左一右的出现在他身后 各自一拳轰向墓北 刷 墓北消失 下一刻 他出现在三人头顶上空 直接一拳轰向 而这一拳 不再是纯粹的肉身之力 而是汇聚上了剑力和雷霆之力 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 化作一道直径杖许的拳道光束 刹那间将三人淹没 见着这一幕 黑麒麟毛子发亮 漂亮 这一连串的攻击 当真是非常漂亮 顺畅得很 墓北出现在他们跟前 小灵初飞在他旁边 看着前方被拳道光束淹没的 赫发老者三人 一压一压 墓北笑道 这一拳距离拿下他们还早 几乎是他划落的第一时间 那个位置上 拳头光束崩碎开 露出赫发老者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三人的身影 三人除了衣衫稍微有些破裂外 毫发无损 赫发老者看着墓北 眼神冷冽得很 臭小子 短短几个照面 墓北就让他们吃憋了 这让他很不爽 非常不爽 墓北道 老狗子 赫发老者额头上 顿时浮出一道道青筋 盯着墓北道 找死 轰 一股强大的能量 豁然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一圈圈的命轮光环显化出来 足足41轮 第2258张老狗子还挺狂 41轮命轮绽放璀璨着目的光芒 神威着人 随着赫发老者撑起 41轮命轮 旁边的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也动起来 各自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而后 他们脚下 各自都有41轮命轮显化 虽然他们也是41轮命轮 但他们的气息相比赫发老者而言 还是要弱一些的 41轮命轮的光泽度 明显是没有赫发老者的41轮命轮璀 黑麒麟道 传说级八重 传说级七重 赫发老者的实力 脱脱的传说级八重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则是传说级七重 都很强 比那个妖祖强太多了 这让他也是不由得心中感慨 对面那个平行大宇宙的实力 的确是很强 只是及格镇守宇宙隧道的修饰而已 居然就比妖祖还强了 要知道 妖祖的实力 怎么说也是能在他们那边 排进大宇宙前一百的 两边的战力实在是差太多了 不过 虽然对面很强 但他确实没有忌惮 反而是升腾起更加高昂的战役 轰 妖气顿时爆炸 震得宇宙隧道轰鸣 经过几次的成长 现在 他也是已经有了传说及武众的实力 虽然远远比不上赫发老者三人 但也是能打一下的 至少 可以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 这时 小灵初直接睁开时空眼 时空眼一睁开 时空长河在小家伙头顶上空显化出来 小家伙也是有着传说及武众的力量 混沌葫芦招呼小鼎他们道 哥吉哥 融合 他们快速融合为人行宝兵 人行宝兵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与黑麒麟和小灵初一样 也是有了传说及武众 当然 这个传说及武众 终究还是要比黑麒麟和小灵初弱一些的 对于他们的气息 赫发老者三人毫不在意 赫发老者冷漠到 就这点气息 不够看 螂蚁而已 螂蚁 放在他眼中 无论是黑麒麟还是小灵初 亦或是融合后的人行宝兵都挤弱 弱得不行 人行宝兵扛着斩魔刀 老狗子还挺狂的 赫发老者顿时眸子一寒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在这里浩荡而出 墓北开启了天星领域和天地种子之力 同时 也睁开了轮回眼 轮回眼一显 顿时令赫发老者三人齐齐变色 这 这是 三人都被惊到了 轮回眼 墓北居然睁开了轮回眼 轮回眼啊 传说之中 与轮回有关的童书啊 你是怎么掌控到这种神眼的 你 你是 万古难遇的可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三人死死兵着墓北 震撼 这一刻 三人眼中都是浓浓的震撼 与轮回清河的体质可以开启轮回眼 自古以来都只是存在于传说中 在他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等体质 可是如今 他们眼前 一个来自对面宇宙的年轻小修士 居然就是这等体质 这 他们被深深惊到了 不过 下一刻 三人眼神又变得阴旧和贪婪起来 轻发老者盯着墓北道 镇压下他 交给戒主 我戒的实力 必定可以大幅度提升 轮回眼 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以他们那位无上戒主的天赋实力 一旦掌控了墓北的身体 那么将来就一定可以掌控下完整轮回 完整的轮回 一旦掌控的完整的轮回 那么就真正拥有的无敌的资本 轮回 在最为古来的宇宙史册记载中 根据前嫌先知以生命为代价的推演预估 掌控下完整轮回 就可以施展旧极大树六道轮回 此树一出 可以磨灭一切 当然 也可以重建一切 他们的戒主 早就拥有霸道至极的力量了 一直在钻研轮回 想要掌控到完整的轮回 可惜 一直没有成功 没有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想要接近轮回核心去掌控轮回 实在是太艰难了 这一刻 发现墓北有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甚至开启了传说中的轮回眼 他们怎能不激动 赫发老者逼赫道 动起来 轰轰轰 三人齐齐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各自脚下的41轮命轮绽放惊人光芒 而后同时冲向墓北 这一刻 他们完全无视了黑麒麟 小灵初和人形宝兵 就直直地冲向墓北 这一刻 他们眼中只剩下墓北 黑麒麟 小灵初和人形宝兵 既弱 又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 不需要在意 墓北无极建议一显 顿时间 密密麻麻的石色剑气显化出来 这些石色剑气化作石色剑雨 直接朝着赫发老者三人斩过去 赫发老者三人同时出手 各自轰出一掌 这一掌轰出 瞬间击溃所有石色剑气 他们继续扑向墓北 不过 就在这时 那些石色剑气再次显化出来 再次朝着三人斩过去 三人再次挥掌 将这些石色剑气震碎 然而 这些石色剑气在粉碎了后 确实又一次快速显化而出 再次倦向三人 接下来 三人连续几次将这些剑气粉碎 可这些石色剑气 确实没有粉碎都能再次显化出来 可以无限重现 三人脸色冰寒 无限重生的树 麻烦透顶 黑衣老者道 不用与这些剑气号 用封印术封印 划落 他直接施展出一宗强大的封印术 这等封印术快速形成一方结界球笼 直接将墓北祭出的所有石色剑气笼罩在其中 而在这个时候 四面八方 一道道阵文显化了出来 这些阵文快速汇聚成数十座大杀阵 这些大杀阵时一出现 便是开始继续四周所有的能量粒子 演化出强的恐怖的杀光 直接劈向赫发老者三人 赫发老者冷冷地道 小刀尔 他猛地挥手一扶 一圈圈能量光刃蹦践而开 顷刻之间便就将这些杀光粉碎 同时也连促十座杀阵跟随着一起粉碎 这时 墓北脉部出现在了三人跟前 而出现在这个地方的第一时间 朱杰剑已是散发出霸道武匹的剑力 有一张剑图显化出来 同时压向三人 剑图发光 剑威射人 剑弓剑图 此时 他久违地祭出了此法 这是他的本源剑图 第2259章配合得不错 坑 剑图扩散出武匹的剑力 剑力极限狂暴 特发老者三人不敢有丝毫大意 第一时间便是同时朝着剑图轰出一拳 这一拳轰出 三道权力波兰直接从三人的拳端扩散而出 下一刻与剑图撞在一起 轰 伴随着一道激烈轰鸣 剑图被直接撕开 而当剑图被撕开的这个时候 一柄神光战剑从剑图上飞了出来 神光战剑使一出现便是散发出一股极其可怕的剑力 神光战剑直接一剑力劈 这一劈 一股雄魂的剑力化作一方剑力海洋 剑力海洋直接淹没向三人 特发老者冷恒一生 双眸中射出两道啄目光束 刹那间粉碎掉剑力海洋 刷 木北出现在他近前 一拳轰向他面门 赫发老者一掌拍向木北 同时毛子鱼光扫射四周 防备木北进行瞬间移动 而同一时间 新发老者和黑衣老者动了起来 直接撑起强大的符文杀术 以这等符文杀术攻向木北 将木北四周的空间完全封锁 三对一 木北的一拳与赫发老者的一掌撞在一起 激烈的电弧扩散而出 霹里啪啦的响 拳与掌底在一起 完全是处在平局 而这个时候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的攻击 已经是来到了木北跟前 将木北四周的空间完全封锁 不给木北一丝一毫的闪避空间 而这时 木北身前 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四项封印翁明 轻而易举便将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的攻击拦下来 他现在的战力 与和发老者还有差距 但这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他算是胜过对方一些的 在当前这场战斗中 他主要要关注的对象 只有和发老者一个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性 朱节剑这个时候出现在他手中 无极建议环绕朱节剑之上 他一剑劈向和发老者 和发老者手中出现一柄乌刀 一刀迎上来 朱节剑与乌刀撞在一起 当伴随着刺耳的金属翠鹰 乌刀与朱节剑撞在一起 完全持平 乌刀没有丝毫破损 就在这时 一股磅薄的重力突然 自朱节剑上扩散而出 青和重力 青和重力一显 令和发老者顿时身子一颤 以副将药坠落倒下的模样 不过 这等姿态仅仅只是一瞬间 一瞬间而已 和发老者便是就稳住了身形 然后 和发老者左手结印 一枚符文显化出来 这枚符文直接印向墓北 瞬间穿透了时空 墓北眸子一动 前方出现一条空间大裂缝 这条空间大裂缝 直接将这枚符文吞掉 随后 和发老者身后的空间裂缝打开 这枚符文直接从其中冲出 印向这和发老者 和发老者一掌甩向身后 将这枚符文拍碎 几乎是他拍碎这枚符文的第一时间 密密麻麻的十分剑气被墓北一剑斩出 这密密麻麻的十色剑气 完全将赫发老者四周的空间封锁 赫发老者毛子一宁 直接寄封印术 经过方才的交手 他知道这十色剑气非常麻烦 可以不断重现 单纯的击碎没有任何用 他的力量还没有达到碾压墓北的程度 下一刻 他的封印术形成球笼 将这些十色剑气完全封锁 不过 就在这时 这些十色剑气内显化出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之力融入十色剑气中 令十色剑气瞬间贯穿封印术球笼 直接来到了赫发老者跟前 赫发老者脸色一变 怒到 阴险的混蛋 方才 他也是体会到了四项封印的可怕 这宗以封印闻名的一宇宙人王宝树 是真的很厉害 他的封印术完全不能与之相比 他知道不能继续施展封印术了 连忙挥刀 一道道灵力的刀器展向这些十色剑气 吃吃吃 十色剑气一道道粉碎 不过却是眨眼间又凝聚了出来 仿佛永远不会消失 且 这些剑气还携带上的风镜剥削之力 明明他的刀器一开始还很强 可渐渐的 在与这些十色剑气碰撞了之后 他发现 他的刀力被剥削了一些 虽然被一道十色剑气剥削的不算很多 但是 十色剑气的数量很多啊 在这么多十色剑气被斩碎 他的刀力便是入了非常多 而这个时候 墓碑已经是出现在了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跟前 出现在两人跟前的第一时间 他体内冲出一头紫色的大龙 紫色大龙使一出现便是发出一道震天的龙笑 这震天龙笑浩荡天雨 而后 紫色大龙俯冲而下 龙头咬向青发老者 龙尾甩向黑衣老者 力量非常惊人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赢着这等力量 也是不由得有些心计 连忙催动全部力量迎上去 而这个时候 紫色大龙的龙头和龙尾储 各自有一张四项封印显化了出来 这两张四项封印瞬间压下了两人的力量 而后 龙头撞在青发老者身上 龙尾甩在黑衣老者身上 砰砰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同时横飞出去 格格大口吐血 体表也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血水不断地喷洒而出 墓北没有任何停留 一跃而上 右手握着朱节剑 剑之神种则是从体内飞出来落在他左手中 他左右双手同时持剑 无极剑一被他催动到极限 两道巨大的剑气一左移又出现在他左右两侧 各自有一道剑气对准了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剑力哲人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顿时动容 他们此刻处在横飞之种 墓北此刻的攻击 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反击 只能是仓皇地撑起防御光盾 青发老者朝赫发老者大喊 快帮我们 墓北的这一次攻击若是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算不死也得中伤 赫发老者连忙一声狂吼 强大的力量在这一刻爆发 震碎了四周所有十色剑气 而后急速冲向这边 而就在这时 一股惊人的力量显化出来 夹杂妖气 先灵气和兵之力 黑麒麟的腰地九转 小灵出的时空眼和四项五 黄鹅守护 人形宝兵的巅峰一级 于这个时候直接轰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动容 这一级不弱 就算是他也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黑麒麟他们 竟然能发出这么强的一级 下一刻 他恼怒起来 你们在暗中 各自压缩神通秘术 答对了 人形宝兵道 当咱们只是在看戏吗 方才他们没有动手 就是在暗中不断压缩自己的力量 极致的压缩后 能发挥出的威能自然也会超级强 他们就想着在合适的时候轰出这一级 而现在 无疑就是最合适的时机 这一级 虽然不至于重伤道赫发老者 但却足以在这个时候 为木北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而这个足够的时间 就是让木北解决掉那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赫发老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木道该死的 他猛力挥动 迎上黑麒麟 小林初和人形宝兵的攻击 但是 黑麒麟 小林初和人形宝兵极致压缩后的力量 也不是短时间能击碎 而这个时候 木北的两道巅峰剑气 在轮回眼和天星领域的加持下 直接披向了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惊悚 只来得及匆忙坚撑起防御护盾 根本没有时间组织攻击 下一刻 木北的两道剑气落在两人撑起的防御护盾上 刻刻 两人撑起的防御护盾 请刻间崩碎 而木北斩下的两道剑气却是趋势不减 直接将两人淹没 啊 不 伴随着凄厉和绝望的喊叫声 两团血物蹦剑 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直接炸开 连同他们身体中的那些宝物灵药等 也被毁掉了 毕竟那两道剑气可是汇聚了木北当前的巅峰剑力 强得很 木北看向黑麒麟 小林初和人形宝兵 哈哈笑道 配合得不错 方才若没有黑麒麟他们为他争取时间 挡住那赫发老者 他要及杀青发老者和黑衣老者 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 当然 他也猜到了黑麒麟他们在准备着某种手段支持他 一起闯修行界这么多年 这么一点默契 他们还是有的 人形宝兵道 妥妥的 混账 混账 赫发老者这个时候暴怒了 杀意狂暴 短短片刻之间 与他一起的两个伙伴 就被木北斩杀了 两个四十一命轮的强者者 这等强者放在他们的宇宙中虽然称不上是顶尖 但也是精锐中的精锐了 但如今 确实被杀了 他盯着木北猙獰的道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嗡 他脚下 四十一轮命轮绽放光芒 齐齐旋转了起来 而后演化出无边光辉汇聚到他手中的巫刀之上 顿时间 一股浩瀚和压抑的刀力黏漫开来 让这整个宇宙隧道不住的晃动 仿佛下一刻就要崩碎 木北懒得与对方说什么 持着朱杰剑直接就是一个礼劈 一刀霸道灵力的石色剑气显化而出 静止斩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眼神猙獰 猛的一刀劈上去 霸是一级 第2260张惊人 也惊刀 霸是一级 道力凶猛 恐怖异常 导师也配得上这四个字 下一刻 道力与剑力撞在一起 这时 木北轮回眼一动 强挤压敌的特殊能力开启 瞬间剥削了赫发老者寄出的刀力 而他自己寄出的剑力则是力量大增 一时间 刻的一声 刀力直接粉碎 而更强的剑力 则是趋势不减 继续压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目光愤怒 又是一刀斩上去 这一刀斩出 与剑力撞在一起 强大的刀力直接撕碎了木北的剑力 就在这时 一柄剑飞到了他跟前 朱结剑 朱结剑交织着无极剑意 无极剑意力量惊人 贯穿了时空 赫发老者一刀灰砍上去 木北目光一动 刷 朱结剑消失 出现在赫发老者身后 自赫发老者身后贯穿向赫发老者 轮回眼 可以驾驭人与物同时移动改变方位 赫发老者就要一刀砍向身后 但这时木北本人出现在了他身前 而出现在这个位置时 轮回图浮现了出来 他手持轮回图直接压向赫发老者 轮回图散发出的力量 浩瀚 磅礴 汹涌胖派 如此威能 让得赫发老者不得不将主要战斗力汇聚在对付轮回图上 一刀迎上轮回图 而身后 他则是撑起一道防御光幕 以这防御光幕迎上朱结剑 而也是这时 黑麒麟 小灵初和人形宝兵的攻击再次动了 依旧是压缩后的力量 同时轰向赫发老者身后的防御光幕 刹那间 赫发老者的刀与轮回图撞在一起 黑麒麟 小灵初和人形宝兵的攻击 落在赫发老者撑起的防御光幕上 压缩全力的攻击结合起来 直接轰碎了防御光幕 在这之后 朱结剑直接刺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急速一闪 这一闪 速度非常快 避开了朱结剑贯刺过来的头颅要害 但却依旧还是被刺出一个小口子 有一缕血水随着剑射出来 人形宝兵黑黑笑道 赢了 黑麒麟和小灵初也是笑起来 赢了 朱结剑刺中了赫发老者 死灵之力已是注入赫发老者体内 很快 这等死灵之力就会急速侵蚀赫发老者 让得赫发老者失去反抗之力 穆北也是笑起来 朝黑麒麟他们道 配合得完美 人形宝兵道 开玩笑 朝夕相处这么久了 还能不配合得完美吗 穆北哈哈大笑 这时 赫发老者发出一道冷痕 赢了 不过只是侥幸伤到老夫一点点 一点皮外伤 这就赢了 当真是不知所谓 他周身光辉闪烁 被朱结剑刺出的伤痕 快速愈合 他盯住穆北 穆北淡笑 这让赫发老者面色更是冰寒 眼前这个年轻人 简直是太张狂了 不爽 他非常不爽 既是为穆北这等姿态不爽 亦是对自己一介的伙伴 被穆北连续杀死极个不爽 而这等不爽 自然而然就演化成了汹涌的杀意 轰 杀意凌厉 他整个人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为了绝世杀神 提着手中的乌刀锁定穆北 一步步逼向穆北 穆北抬手就是一剑 这一剑斩出 密密麻麻的石色剑气显化出来 倦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挥刀银上 在灵力的杀意加持下 他的刀力更强 充斥着一股破灭一切的气势 下一刻 这等刀力直接与密密麻麻的石色剑气 撞在一起 吃吃吃 石色剑气插那尖变就全部粉碎 刷 赫发老者急速消失 在石色剑气重新汇聚出来时 直接出现在穆北身后 而后猛的一刀劈向穆北 一股霸道的刀势直接将穆北笼罩 他立刻道 不会杀死你 给我扶阵 他很想直接杀死穆北 但是理智告诉他 不能 他要镇压下穆北 将穆北交给无上的戒主 由戒主夺舍了穆北的肉身 掌控下这等于轮回清河的体质 而后去掌控完整的轮回 此事最重要 穆北笑了笑 下一刻 一下子消失在原地 而就在他消失在原地的同时 他方才力深的那个位置上 一道剑气直刺向赫发老者 赫发老者一刀怒劈 将这道剑气劈碎 而后 他看向穆北 猙獰的道 小背 只知道多闪了吗 穆北只是淡笑 不搭理他 赫发老者面色森寒 穆北这等一切 竟在掌控中的姿态 让他着实恼火 他立刻道 臭小子 他脚下 41轮命轮璀璨生辉 旋转了起来 随着每一次旋转 他的气息便是强上一分 转眼间便就强盛到一个 非常惊人的高度 他一斗手中战刀 战刀直接爆发出恐怖至极的刀力 他缓步朝前 就要一刀劈向穆北 而也是这时 他突然身形一颤 一股追星的疼痛 游然而生 一缕血水顺着嘴角流出来 黑色的血 刻发老者 顿时间脸色一变 黑色的血 他居然吐出了黑色的血 他中毒了 这 怎么回事 他居然中毒了 以他的修为 居然会中毒 而后 他感觉到了背部 传来更加剧烈的疼痛 眼角余光伴随神势一扫 他顿时瞳孔走缩 方才被他治好了的 被目北珠 结见此处的伤痕 这个时候居然再次显化了出来 而且 周围的皮肤已经是溃烂了 那里 也是有黑色的血液不停渗出 显然 他中毒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他愤怒地盯住墓北 你见上有毒 他立刻调动自身能量 想要压制体内的毒力 不过 很快他便就发现 完全没有用 他的能量 完全压不住体内的那股诡异毒力 越是竭力压制 那毒力反而膨胀的越厉害 这让他脸色无比难堪 目北淡笑 见着他这般笑 和发老者整个人暴躁起来 目北的这等笑让他更加愤怒了 解药拿来 他姑向目北 然而 随着他动用神力 他身体又是聚颤 直接一口血水喷出来 而身体内的剧烈疼痛 随着变得更加追星 痛入骨髓 而他的体表皮肤 已经是有一块快血般显化出来 他所散发出的气息 也在这个时候大幅度削弱 转眼间 就从传说级八重实力 来到了传说级六重实力 且 还在不断地削弱 实在是 进入他体内的死灵之力 已经是繁殖的非常多了 厌布他周身每一寸血肉之内 目北随手一剑 这一剑挥出 灵力的剑力 直接变压下了如今削弱不堪的赫发老者 砰 赫发老者横飞出去 大口吐血 他挣扎着站起来 又吐出一口血 且连耳朵和鼻孔也开始流淌出血水 而他的气息 已经是衰弱到了只有传说级三重 人形宝兵接触了融合 混沌葫芦则则道 这死灵之力在后脸皮的眼化下 着实是霸道啊 这么短暂的时间里 居然就让这老棒锤虚弱到这般地步 吞天炉道 确实很惊人 斩魔刀道 也很惊刀 吞天炉 赫发老者挣扎着艰难的站起来 他看向墓北 脸色无比难看 下一刻 他猛的全力一刀斩向墓北 刀力璀璨 刀气密密麻麻 遮掩的四周空间 墓北随手一箭挥出 吃吃吃 所有刀气眨眼间粉碎 而前方 方才赫发老者立身的位置 那里已经是没有了赫发老者的身影 赫发老者逃了 墓北笑了笑 轮回眼目光一闪 下一刻 赫发老者直接出现在原地 轮回眼的强居之力 赫发老者变色 不可置信地看向墓北 你 他看出了自己当前的情况不是墓北对手了 他选择了逃 而刚才 他明明已经逃出了很远 可是 却竟然突然间又回到了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下一刻 他盯住墓北的轮回眼 是他 他口中涌血 猜出了这是轮回眼的能力 他眼神猙獰起来 愤怒 绝望 不甘 他知道 今日 他逃不了了 必定会死在这里 他盯着墓北道 不要得意 你必会死在我界 以 话还没说完 墓北的剑气已经抵达跟前 直接将他的脑袋斩下 而后以四项封印压制住对方体内可以修复肉身的宝符 就此 对方惨死 墓北一挥手 对方体内的一些宝物灵药 以及对方手中的那柄屋刀 被他收起来 这些东西价值还是很高的 混沌葫芦道 这下子 后面的宇宙隧道内 应该就是没有镇守者了吧 墓北道 应该是没有了 走吧 他招呼黑麒麟和混沌葫芦他们 朝前方走去 去对面的大宇宙 去搜刮 不是 去索要精神赔偿 入侵他们的疆域 这行为着实是太过分了 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 必须去要精神赔偿 此刻 一片沧桑的山脉群内 一群强大身影力在这个地方 为首的一个金袍老者手持赤色拐杖 散发着深邃到极点的气息 其中 一个景袍中年人问金袍老者 知名史 镇守者中可是41轮命轮 镇压不了纳入侵者吗 金袍老者诞生道 做些准备 总不会有错 景袍中年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 就在这时 前方的空间突然波动起来 一道门户显化而出 下一刻 木北和黑麒麟等人 从这道门户中走了出来 第2261张提携都不配 看着木北一伙 景袍中年等人 骑骑肩毛子一宁 打过来了 入侵者真的打过来了 而且 是一个年轻人 怎么可能 其中有人道 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而已 打到了他们这边 根据此前的情报 对面那片宇宙的年轻代中 实力最强也不过是他们这边二十几道命轮级别而已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 却居然从有41命轮的镇守者之中突破了过来 也就是说战力胜过41命轮 震撼 这一刻 这些人眼中的震撼是难以遮掩的 不过很快 这些人 这些人眸子又变动冰寒起来 入侵者 持杖的那个知命史老者 目光虽然平淡 但却也是有一丝惊异的 当真是不简单啊 而对面 木北一伙的目光自然也是落在知命史等人身上 尤其是落在为首的知命史老者身上 就木北的感知 这个老者 最起码也是传说及时重的实力 远远比他强 混沌葫芦 这时看着知命史等人道 还特定在这迎接咱们啊 这整得怪客气的 景袍中年顿时间眸子一寒 道迎接 你觉得很好笑吗 我等守在这里 是震撒尔等该死的入侵者 一股冷力杀意从他身上扩散 而听着他这话 木北笑起来 黑麒麟笑起来 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也笑起来 就连小凌初 也是翻了翻白眼 一压了两声 这让景袍中年眼神更寒冷 看着木北一伙道 你们笑什么 混沌葫芦道 笑什么 你也知道入侵者啊 你们侵略我们的疆域 怎么就不想一想 你们是该死的侵略者啊 景袍中年冷冷的道 少将你们与我等相提并论 我借过去 是为了结束争斗实现和平 而你们 是指单纯的施加暴力 混沌葫芦道 我吐你一脸 和平 你们之前那批人过去杀了多少人 还和平 和平你母亲 恕你借无耻 本胡都觉得 捂入了无耻这俩字 景袍中年额头清惊突袭 盯着混沌葫芦道 破葫芦 嗡 他脚底 一轮轮命轮显化出来 转眼间便是达到了 四十一轮命轮 其气势 丝毫不比之前的 那个赫发老者差 有传说及八重的力量 而他刚寄出这等力量 木北抬手就是一剑 这一剑斩出 霸道的剑力 瞬间封锁四周所有时空 景袍中年一拳轰出 吃 剑力粉碎 而就在这时 粉碎的剑气内 一张迷你的四项封印 凸显画出来 卷向景袍中年 景袍中年 毛子一瞪 两道光束飞出来 直接击碎了 这其中的四项封印 不过 这崩碎了的四项封印 其光辉碎片 却是很快汇聚成三个大字 大傻逼 三个大字 就立在景袍中年进前 而后朝着景袍中年印过去 没有强大的力量 就是朝对方飞过去 牧北看着景袍中年道 他们在找归宿 而现在 他们找到了 你就是他们的归宿 黑麒麟忍不住笑起来 混沌葫芦和小鼎 他们也笑起来 九瓶宝帘道 什么就攻击性不高 武入性很强 这就是典范啊 景袍中年则是长红了脸 额头上青筋直跳 他一把轰碎那三个大字 而后盯着牧北立吼道 宰了你 他就要动手 而这时 那知命史老者朝前走出了一步 见着这一幕 景袍中年生生停了下来 知命史 很强 不仅修为高 且掌握着惊人的古神术 景袍身后 其他人看着这知命史 也是格格眼中带着尊崇 而这时 牧北目光也是落在这知命史身上 黑麒麟审声道 很强 牧北点头 感觉得出来 这个知命史 带给他一股巨大的压迫感 知命史看着牧北 目光很平淡 道 少年人 你很不简单 以你这般年龄能达到这般实力 放在我界也是顶尖天才 怎么样 可愿加入我界为我界之主做事 凭你的才能 他日必定得到重用 景袍中年等人文言 格格都是一惊 景袍中年出生道 知命史大人 不可 他是入侵者 是我们的敌人啊 知命史诞生道 没有永恒的敌人 景袍中年还想说什么 知命史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顿时间让知命史止住了后面的话 知命史看向牧北 如何 牧北笑道 我可不喜欢听别人的命令行事 知命史道 再考虑一下 你这般天才 未来的成长空间非常大 在这里死去 不值得 牧北笑而不语 知命史叹了口气 而后目光变得冷淡起来 道 还真是可惜了啊 化落的第一时间 牧北头顶上空 一轮璀璨的神环显化了出来 这神环显化出来的第一时间 便是将四周的时空完全封锁 强大的阵风之力 真人至极 牧北也是感觉到了这等惊人的力量 当即施展出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一闪 瞬间破开这强大的阵风之力 带着他和黑麒麟小灵出 他们出现在猝食障外 如此一幕 让景袍中年等人格格一惊 方才那神环 可是知命史大人的要素之一 称作是世困灵法 阵风之力是非常恐怖的 可如今 牧北居然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出去 这怎么可能 知命史看着牧北 道 方才那树 便就是情报中所提到的 对面宇宙的人王宝树四项封印 不得不说 确实很厉害 老夫都有些想去见一见那所谓的人王了 能创出如此宝树 必是精士之才啊 混沌葫芦朝知命史老者蹦达道 老头儿 不是咱打击你 救你 你还不够资格去见那位存在 这话一出 让得景袍中年等人格格大怒 放肆的东西 你借的人王算什么 也敢说知命史大人没有资格去见对方 混沌葫芦道 人王算什么 问得好 算你们这一届的祖宗的祖宗 不对 你们这一届的祖宗的祖宗 连给对方提携都不配 第2262章 土匪更有气势些 景袍中年和旁边的众人格格大怒 景袍中年看着混沌葫芦 愤怒的道 你这个混账破烂葫芦 你在大放什么厥词 这个葫芦 居然敢说那个什么人王是他们这一届的祖宗中的祖宗 甚至说 他们给那什么人王连提携都不配 可恶 简直是太可恶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在侮辱他们 在使劲的践踏他们 打碎他 只是打碎他而已吗 太便宜了 应该将这破葫芦镇压进茅坑一万年 不 十万年 对 将他镇压进茅坑十万年 景袍中年身旁 众人格格怒是混沌葫芦 这个破葫芦实在是太过分了 一点也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也就算了 居然还这般的侮辱 可恨 可恨至极 混沌葫芦嘖嘖的道 这就急了 真是的 心境也太差了 本胡真是为你们的未来担忧啊 慕北 这是他说过的话啊 而这个时候 景袍中年等人更加愤怒 一个个恨不得生吞了混沌葫芦 唯有致命时显得很是平静 只是眼神淡漠了许多而已 死在这里吧 他手中拐杖一抖 一股强大的神能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散发出的气势直接封锁了四周每一寸空间 这时 慕北看着他道 你以为你很强 实际上真的不算什么 我只需要一剑便可搞定 致命时面色淡漠 那你试一试 慕北道 那就是试 你看好了 朱节剑出现在他手中 绽放出灼灼的光芒 下一刻 他直接一剑斩出 这一剑伴随着五级剑翼 一剑挥洒出后 汹涌的剑力请可兼化作剑气海洋 且璀璨着目 直接朝着致命时老者席卷过去 眨眼极致 致命时老者面色淡漠 随手弹指 落到他身前的剑气海洋直接便是粉碎 他看向前方 就这么 三个字落下 他看着前方却是瞳孔萎缩 脸色一下子冰冷下来 就见着前方 方才的那各位至上已经是没有了慕北的身影 消失了 慕北消失了 景袍中年等人见着这一幕 格格大怒 混蛋 居然跑了 卑鄙的耸包 这些人怒骂 致命史非常强大 已经修到了43道命轮 加上自身所掌控股神术 绝对是可以碾压慕北的 但是 慕北确实逃了 故意称可以一剑搞定致命史大人 而后以璀璨的剑芒遮掩他们的感知 一剑批出后立刻逃走 卑鄙 这实在是太卑鄙了 致命史老者没有说什么 唯有牟子中交织光辉 强大的念力显然已经是扩散了出去 在搜索慕北踪跡 然而 很快 这个致命史老者皱起眉头 他察觉不到慕北的气息了 完全捕捉不到 大意了 他审声道 眼神很是冰朗 他修行至今 也是有着十促万年的岁月 十促万年的岁月里 他很少吃鳖 往回推 他已经几万年没有吃亏了 可如今 他吃鳖吃亏了 而且 是在对面宇宙的一个年轻修行者手中吃亏 这让他心中也是生起一股默契 当着众人的面让他吃憋 这让他也是感觉到了屈辱 他冷冷地道 传下通气令 警袍中年道 明白 入侵者闯入他们的世界 从这里逃走了 自然是的第一时间将这等事传开 他们转身离开 很快 所有人消失在这里 片刻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场中 正是那致命史老者 致命史老者扫十四周 看来 真不在这里了 跑得倒是够快个隐蔽 他转身离去 四周静得很 促使得呼吸后 致命史老者再次出现在这个地方 顿了顿 致命史离开 直到又过去许久 没有人再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时 原地不远处 沐北一伙人的身影显化出来 混沌葫芦道 哎呦卧槽 老棒垂音得很 还好咱们这边有老鹰逼之祖坐镇 要不然就栽在这里了 沐北 神他妈老鹰逼之祖 吞天炉道 你以前施展虚无大树 甚至都可以其身境前攻击 怎么现在修为更高了 反而是施展出来后连一动都不敢了 斩魔刀道 本刀也疑惑 这时黑麒麟道 因为虚无大树不是人王宝树 也不是天地神法 只是那边一个杀手神潮的传说级宝树而已 这用来对付一般的传说级修行者还行 可方才那个老者 对方怕是半只脚已经踏出传说级了 这树在对方跟前 能竭力隐藏住气息就很厉害了 一旦移动 怕是立刻就会被对方捕捉到 沐北笑道 还是老黑聪明 一下子看清了本质 虚无大树放在以前是很好用的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 他所接触的敌人太强了 级别太高了 满对这个级别的敌人 虚无大树的段位就有些低了 终究不是人王宝树 也不是天地法 走吧走吧 他招呼黑麒麟他们离开 很快 他们走出了很远 混沌葫芦道 现在去哪里 小鼎道 这还需要问吗 肯定是去找一个家族传承抢劫 不是要精神赔偿啊 沐北哈哈一笑 对对对 鼎人说的对 他朝前走 这片所谓的平行宇宙 浩瀚无影 他现在不是处在星空中 但却可以看到浩瀚的星海 可以看到苍穹上悬浮着的一颗颗巨大星辰 可以说是波澜壮阔 而他可以想象到 他如今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类似于六道大陆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五 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片平行大宇宙的疆域划分以及势力布局等 这些算是基础信息 了解了这些基础信息 之后才能更好的行动 他一路朝前 不久后 一座城池出现在他视野中 放眼望去 城池巨大 广袤无边 宛若是一头横沃于地平在线的远古凶兽 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棒驳气势 可以感知到 这座城池内有着许多修行者来往 而这些修行者 格格气息不俗 墓北咧嘴一笑 终于看到一座城池了啊 他朝前走去 很快 他来到城门前 城外门 几个镇守的守卫看向他们 目光都是围动 总觉得墓北一伙气息有些古怪 与他们相比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当下 几个守卫走向前来准备盘问 这时 混沌葫芦道 土匪进城 不想死的通通闪开 墓北脸色一黑 八蛋 什么土匪 这凡古仔说的什么混账话 吞天炉朝混沌葫芦道 你呀脑子有坑吗 我们能是土匪吗 我们是正义的受害者和反抗者 懂吗 斩魔刀道 炉子说的对 混沌葫芦道 本胡觉得 土匪更有气势一些 小鼎道 嘿 你们别说 咱觉得胡哥这句话说的不错啊 听起来确实比受害者和反抗者有气势 墓北 黑麒麟 小鼎 吞天炉 斩魔刀 九瓶宝莲 朝前走来的守卫皱眉 这时 混沌葫芦直接朝他们道 你们这一介入侵我们的世界 杀害我们的诸多子民 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你们必须为此付出巨大赔偿 赶紧的 将所有资源宝物通通交出来 极格守卫一听 顿时瞳孔萎缩 其中一个守卫惊道 你们是对面那片蛮荒宇宙的人 混沌葫芦道 蛮荒你二大爷 咱们是高等文明宇宙 懂不懂 极格守卫满脸金融 对面那片蛮荒宇宙 居然有人打到了他们这边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通往那蛮荒宇宙的宇宙隧道 可是有九位老强者镇守的 最差的都是凝聚出了四十道命轮 那些强者都被打败了吗 其中一个守卫力声道 禀报城主 随着这个守卫出声 身后的守卫顿时打出一道神光 这道神光直接飞向城内 朝城主府而去 而这光辉在朝城主府飞去的过程中 也有声音朝四面八方浩荡而开 蛮荒宇宙的蛮人入侵者来袭 蛮荒宇宙的蛮人入侵者来袭 伴随着这等声音 还有一幅幅画面显化于高空 画面中正是墓碑和黑麒麟一伙的样貌 九平宝莲不爽的道 你奶奶二大爷的 什么蛮人入侵者 李大爷的 他直接绽放光芒 一道道莲光卷开 将前方几个守卫一起笼罩 几个守卫连忙出手应急 然而却是根本挡不住 毕竟九平宝莲可是有传说及实力 而这些守卫 最多也就纪元神王级别 差得远 砰砰砰 所有守卫横飞 格格大口喷血 摔倒在地上后 直接便失去了所有反应 木北笑了笑 直接踏入城中 而当他踏入城中时 城内已经是有一堆堆的修行者 朝这边冲过来 而后 这些修行者都看到了他们一伙 格格投来冰寒愤怒的眸光 竟敢入侵我等的宇宙 但大包天 拿下他们 一群修行者齐齐动起来 格格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都是有着纪元领域的力量 第2263章全是咱们的 木北扫了眼这些人 混沌葫芦道 一群小弱鸡 冲得倒是挺快 这时 那些人冲到跟前 格格展出凌厉的沙光 这些沙光很快落到木北一伙跟前 然而 沙光落到这个位置上 却是全部粉碎 自行粉碎 连木北一伙体外自然流转的气势 都承受不住 这一幕让这些人格格动容 一个个瞳孔走缩 其中一人咬牙切齿的道 难怪能入侵过来 的确是有实力的 这人刚说完 一道混沌刀器划过 这人脑袋飞起来 血水喷涌而出 混沌葫芦道 入侵你二大爷 都说了 咱们是受害者 是反抗者 吞天卢道 你不是说土匪更有气势一些吗 怎么变成受害者和反抗者了 混沌葫芦道 得看场景啊 这个场景下 用土匪显然不太合适啊 这里就得用受害者和反抗者 才更有那种韵味 小鼎道 我胡说得对 吞天卢 木北哈哈一笑 道 反骨胡会得很哈 他们在这里毫不在意的交谈 令逼到跟前的一群修行者 哥哥怒不可遏 混蛋 实在是太混蛋了 侵入他们的宇宙 完全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可恨 其中一个中年人喝道 用拳吃 混沌刀器一化而过 这人脑袋飞起来 当场惨死 混沌葫芦道 本胡是一个善良的葫芦 本胡不喜欢杀戮 但是 你们非逼着本胡杀戮 你们太坏了 木北 黑麒麟 小鼎 吞天卢 斩魔刀 九瓶宝莲 这逼是真能装 就连小灵初都朝混沌葫芦 一压了两声 对面 一宇宙的众人 却是格格愤怒不已 不过 这个时候 这些人一时间 却是不敢乱动了 从方才 混沌葫芦动手中 他们能看出来 混沌葫芦很强 根本不是他们能比的了 差距太大了 而另外 随着有人被秒杀 他们此刻也是清醒过来 能从宇宙隧道那边打过来 木北一伙的实力最起码也是有41轮命环层次 41轮命环 这个级别的强敌 可不是他们能敌 他们这里 实力最强的也就是才36轮命轮而已 差距太大了 天壤之别 这个时候 只能等城中的几个大家族 城主府将领或者城主前来动手 这时 木北看着城中所有异宇宙修饰 到 把你们身上的所有资源宝物全部交出来 否则 他微微一笑 混沌葫芦道 否则 通通葬在这里 众人闻言 格格愤怒 其中一人历声道 我等誓死不屈 你吃 混沌刀光滑过 这人脑袋飞起来 当场惨死 混沌葫芦道 还有谁要誓死不屈 本胡都满足 一个轻袍男子怒道 你这个恶魔葫芦 有种你将我们全部杀光 真以为我等害怕 蓝荒宇宙的侵略者 无耻 有种 你将我们全部杀光 所有人叫嚣 混沌葫芦道 哦 有种哈 本胡欣赏你们 话落 强大的混沌刀器扩散 将所有人笼罩 吃吃吃 血水一道道蹦见 头颅一颗颗飞起 眨眼之间 附近所有异宇宙的修饰 全部惨死 木北笑了笑 随手一挥 一片光芒交织而出 将这些人的尸骸笼罩 而后 这些尸骸身上各有宝光飞出来 都是各种宝丹灵药等修炼资源 其中 对他比较有用的只有天地异象原石 合起来 有三百多枚 真少啊 他叹道 就在这时 一道宝和声响起 混账 伴随着这道宝和声 一股强大的气势笼罩在这个地方 不远处 一个身穿乌袍的老者大步走来 气势强劲 黑麒麟道 大概就是我们那边传说极一众的实力 混沌葫芦道 老黑哥 你这话说得太复杂了 可以间接一点 黑麒麟为愣 怎么简介 混沌葫芦道 就是个垃圾 黑麒麟 好吧 想一想 相对于他们一伙 传说极一众确实就是垃圾 随便谁出手都能念杀 嗯 果然是很简介 而对面 那个身穿乌袍的老者面露寒色 盯着混沌葫芦道 老夫堂堂乌龟一末的三长老 你竟然以垃圾相衬 一股杀意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而这个时候 木北一伙齐齐愣住 木北问黑麒麟道 他刚才说什么 乌龟一脉 是我听错了 黑麒麟道 呜 好像没听错 确实是乌龟一脉 他表情古怪地看着乌袍老者 取名取得真好 很好 非常好 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炒乌袍老者道 就连小林初 也是看着乌袍老者奇怪地一压了两声 大眼睛中满是疑惑之色 乌袍老者闻言 木鹤道 房屋的乌 龟土的龟 乌龟一脉 混沌葫芦道 对啊 乌龟一脉 没错 小鼎道 确实是乌龟一脉 九瓶宝莲道 怎么听都是乌龟一脉 完全没问题 乌袍老者其的身体发抖 额头上更是轻轻突起 怒吼一声 一道道灵力的沙光从他身体中扩散而出 他换出一柄黑色战刀 宰了你们 他持着黑色战刀 猛的一刀劈向混沌葫芦他们 刀器瞬间抵达跟前 不过 抵达跟前的刀器却是刹那间粉碎 连混沌葫芦他们体外的自然防御兵器都破不了 混沌葫芦道 没意思 而后 他问乌袍老者道 老灯 家在哪里 指个方向 咱们去拜访一下 乌袍老者怒吼 举其手中黑刀就要再次发起攻击 而这时 混沌刀光一化而过 吃 乌袍老者脑袋飞起来 直接倒在地上 他体内 一刀宝符飞出来 宝符绽放璀璨光芒 将他的残躯笼罩 开始治愈残躯 要将残躯合一 不过 下一刻 混沌刀器划过 将这宝符粉碎 不 乌袍老者还没有立刻死去 发出绝望的惨叫 下一刻 他的生命气息一下子消失掉 死 菜鸡 混沌葫芦道 不过 可惜了啊 没有问出他家在哪里 斩魔刀道 可惜葛啥 这整个城池都是咱们的搜刮目标 关他家在哪里 一个个搜刮过去 都是咱们的 混沌葫芦道 哎哟 对哈 咱们可是受害者和反抗者 咱们是来要赔偿的 管他家干啥 这座城池内的一切 全是咱们的 木北哈哈一笑 挥手间将乌袍老者的战刀收起来 这战刀级别不低 也是传说级别的 另外 对方身体中的灵药宝丹等物 也被他收起来 不远处还有许多的异世界修行者 这些人没有冲上来 此刻看着这一幕 格格心惊淡寒 眼中都是流露出惶恐 方才的乌袍老者 那可是乌龟一末的长老及强者啊 凝聚出了三十九道命轮 实力非比寻常 可如今 却居然被碾杀了 被碾杀 眼前这些人 太强了 太可怕了 木北扫了眼这些人 而后朝前走去 他不是喜欢杀戮的人 虽然是敌对的宇宙 但是 只要这些人不跑过来攻击他 他也懒得动手 没必要 而就在他刚走出几步时 一股股强大的气势 突然笼罩在这个地方 他抬头看去 不远处 一个紫袍中年外部走过来 身后跟着十个甲昼中年 紫袍中年 毛子冷漠 气势宏伟 而身后的十个甲昼中年 亦是气息惊人 城主大人 同江大人们 城内 有人出生 紫袍中年 目光落在目北身上 毛子冷漠得很 没想到 那片充满纷争的蛮荒宇宙 年轻一代 终居然有你这般杰出人物 以 目北打断他的话 少说废话 将你城主府和你们身上的 所有保担保药等修炼资源交出来 并且让城内其他家族势力也交出来 我便掉头就走 紫袍中年面色冰朗 他刚想说什么 混沌葫芦朝他道 莫说废话 咱后脸皮可是在给你活命的机会 懂吗 莫要不珍惜 听着这话 石统江和附近众人格格大怒 要城主府投降 交出所有的宝物修炼资源 让城中的其他家族势力和个人交出所有宝物修炼资源 行这等土匪强盗之事 却居然还称是在给活命的机会 可恶 这当真是太可恶了 下一刻 石统江中的一人站出来 手持一杆漆黑色的绽毛 武来镇杀他们 话落 这个统江直接朝前迈出一步 四十轮命轮顷刻艰险化出来 直接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下一刻 他一步便到了沐北一伙跟前 手中的漆黑色绽毛直接劈向沐北一伙 将沐北一伙全体笼罩 宝威惊人有传说及武众的力量 而也是这个时候 一道石色剑气突然显化于他跟前 而后 石色剑气急速地移化而过 割裂了周盼时空 下一刻 刻 一道轻声传出 这人手中的战毛顿时崩断 随后 他脖子上出现一条血痕 脑袋缓缓自脖子上滑落 第2264张越无知越有勇气 统江大人 此称众人格格变色 面露骇人 他们的统江大人 已经是凝聚出了四十轮命轮啊 却居然被那个破葫芦一击秒杀了 秒杀 秒杀啊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众人难以相信 一个葫芦而已 还是一个看上去破破的葫芦 怎么会拥有这般强大的战力 一时间 众人只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一般 这时 紫袍长主眸光围动 两道着目的光束冲出 化作两道沙光展向混沌葫芦 请客极致跟前 威力惊人得很 绝对是有传说及八重的实力 而也是这时 混沌葫芦跟前出现一张四项封印 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带着强大的防御之能 静止将这两道魔光杀光挡了下来 紫袍长主看着墓北 毛泽战末道 满荒宇宙的人王宝树 你这般年轻 是那人王的传人吗 此前去对面大宇宙的探寻者 传回了许多情报 其中就包含有人王和灵天地五人的事 有关于这些人的强大宝树 此刻 墓北纪初四项封印 第一时间就被认了出来 人王传人 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那人王的传人 他看着墓北道 那个所谓的人王 在你们那片蛮荒宇宙号称无敌 虽然放在我们这边不算顶尖 但不得不说 他的树的确有些不俗 墓北叹了口气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越是无知 越有一种莫名的勇气 吞天炉道 大多都是这样 斩魔刀道 无知有时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毕竟 不知道自己口中的人究竟有多强 若是知道 便会绝望 对他们来说 绝望肯定是不好的 九瓶宝莲道 其实 他们若是真知道了 绝望了 反而是救了他们 小鼎道 莲帝说得对 九瓶宝莲 说了不要叫莲帝啊 紫袍城主看着墓北一伙 摇了摇头 不知所谓 下一刻 他对身后的九戈筒将道 他们能闯过宇宙隧道 便就绝对是不一般的 拥有可抗衡四十一命轮的实力 接下来 我主公 你们辅助 记住 不要大意 他平静道 九戈筒将相继点头 格格神色谨慎起来 城主大人说得不错 墓北一伙能从宇宙隧道的对面打过来 那就绝对是有能抗衡四十一命轮的实力 他们可不能大意 轰轰轰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浩荡而开 九戈筒将的各展现巅峰神能 其中一个 统将朝城中那些四十轮以下的修行者喝道 其余人 都退 退远一些 文听此言 这些人当即快速后退 接下来 这个地方必定爆发一场惊人的战斗 以他们这些人的修为实力 留在这个地方 极可能会被战斗于颇波及 到时候 城主大人等人还得分出精力保护他们 他们出不了力 可不能成为突类 当下 这些人很快便就退出了万丈之远 这时 紫袍城主动了 直接一步踏出 这一步踏出 他瞬间便就来到了墓北跟前 而来到墓北跟前的同时 他的拳头已经是轰向了墓北 纯粹的拳力霸道得很 墓北笑了 一拳迎上去 拳与拳撞在一起 砰 伴随着一道闷响 而后 骨头崩碎的声音传出 紫袍城主的拳头骨头全部骨折 有裂痕生出 而后 这裂痕顺着对方的手臂蔓延而开 砰 紫袍城主倒飞 城主大人 众人动容 紫袍城主可是四十一轮命轮的强者啊 是此城内最强的存在 可如今 却居然被墓北一拳轰飞 手臂粉碎了 浑身遍布裂痕 重伤 一个照面就受了重伤 这怎么可能 混沌葫芦嘖嘖道 又一个雨后脸皮拼唇肉身的沙雕 小顶道 就是就是 紫袍城主这个时候稳住身形 周身光辉闪烁 一枚宝符出现 让他身上的裂痕快速愈合 崩碎的骨头也是嘎巴作响 很快便就恢复 他看着墓北 面色沉重起来 好可怕的肉身 墓北的肉身 强得让他心悸 果然是厉害得很 他冷冷的道 轰 一股强横神能以他为中心冲起 滚滚神能浩荡 他脚下 一道道命轮显化出来 很快便是有足足四十一轮命轮出现 四十一道命轮 每一道命轮都绽放着璀璨光芒 似要将方圆四周的一切镇压 强横得很 黑麒麟道 彼此前宇宙隧道中 那个四十一命轮和我们出来后遇到的锦袍中年 都要弱不少 墓北点头 确实经过这些时间与这一宇宙修行者的接触 他发现 同一个命轮数量 站立的差距还是天差地别的 就好比他们那一边 同为传说级境界 但普通的传说级 与妖祖和天魔大帝这等老牌传说级 那就是天壤之别 而妖祖和天魔大帝这等老牌传说级 与天道那等存在相比 又是一个次元级的差距 就是如此 眼前这个紫袍城主虽然也是四十一轮命轮 但相比宇宙隧道中那个四十一轮命轮老者 以及相比之前那个锦袍中年 都要差得很多很多 不说是妖祖与天道的区别 怕是也差不多了 就是这般的大差距 迎着这个紫袍城主 他明显没有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不像是面对之前宇宙隧道中那个四十一命轮老者 他面带但笑 这等笑 让得紫袍城主面色一寒 嚣张的小子 他爆发了群力 气势哲人 可沐北却居然在笑 这简直就是看不起他 表示他 他直接得空一拳轰向沐北 随着这一拳轰出 一道璀璨的全道光束显化出来 全道光束集穿时空 瞬间抵达沐北跟前 沐北跟前 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直接将这一拳挡住 而这个时候 沐北睁开了轮回眼 轮回眼一显 一股神秘莫测的气势顿时扩散而出 他眸光一闪 那紫袍中年突然间就莫名出现在他跟前 而他的拳头 也在同一时间轰了出去 紫袍中年变色 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刻来不及反击 只能是连忙双手交叉得倒 沐北的拳头落在他双臂上 砰 伴随着一道暴响 伴随着骨头崩断的声音 紫袍城主如同一颗铁炮弹般横飞出去 狼狈得很 第2265章他已经死了 城主大人 所有人变色 他们的城主大人 又一次被一拳轰飞 而且 城主大人诡异地突然自己出现在了沐北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 而也是这时 这些人发现了沐北的异样 那那双眼 那是 轮 轮回眼 所有人大惊 齐齐盯住了沐北的双眼 是 和古籍中记载的一样 就是轮回眼 他 他居然掌控了轮回眼 这怎么可能 轮回眼 传说中的旧集神童术 掌控了轮回眼 便就是可以接近完整的轮回啊 九戈筒将也是金柱 格格大害 而此刻 紫袍城主站起身来 看着沐北的轮回眼 也是流露出震撼 和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 眼前这个年轻人 居然掌控着传说中的轮回眼 掌控这等神眼 便是也说明了另外一点 那就是 沐北的体质非比寻常 是与轮回十分亲和的体质 与轮回十分亲和 这等体质 一直都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啊 他们这方宇宙 自古以来也没有见过一个这等体质 可如今 他眼前出现了这等体质 而且 是一个从对面宇宙来的年轻人 这怎么可能 对面那个蛮荒宇宙 居然有人的体质 与轮回亲和 且已经开启了轮回眼 他死死地盯着沐北 方才 我的突然移动 就是这轮回眼的能力 沐北笑而不语 这等姿态 让得紫袍中年恼怒不已 不过 很快 他便是又平静下来 死死地盯着沐北 掌控轮回眼 体质与轮回亲和 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是不一般的 非常不一般 若是能镇压下沐北 夺舍了沐北的肉身 那么 他便能拥有这与轮回亲和的体质 将来便可以极大程度地去掌控轮回 掌控到轮回的可能性 非常高 而一旦掌控到了完整的轮回 那就是真正的无敌了啊 他眼神变得贪婪起来 轰 强盛的神能自他体内浩浩荡荡而出 他盯住沐北 仿佛是盯住了最美味的猎物 沐北 混沌葫芦道 明明弱的一体 却居然还打起厚脸皮肉身的主意来了 真是无语 小鼎道 我胡说得对 兵也无语 九瓶宝连道 连也无语 斩磨刀顿了顿 道 你们都无语了 咱要是不无语一下 好像有些不合群 那 刀也无语 吞天炉 一群斗笔 紫袍长主 眸子冰寒 但却一定也不在意 只是死死地盯着沐北 这个时候 他眼中只剩下沐北了 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 完全不在他的在意范围内 他对另外九戈筒将道 配合我 一起攻击 九戈筒将道 是 就在这时 沐北动了 轮回眼一闪 紫袍中年再次突然间出现在他跟前 而后 朱杰剑也是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他直接一剑斩向紫袍中年 而这一时间 黑麒麟 小灵初和混沌葫芦他们动了 葛各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直接轰向那九戈筒将 他们的实力 如今也是非常强大的 比这九戈筒将强大得多 他们的力量压下 九戈筒将尽管全力赢上去 却还是第一时间横飞 葛各大口吐血 而同一时间 紫袍长主虽然经过了第一次的被转移后 这次有了准备 即使轰出一道强大的拳印 但面对墓北挥出的朱杰剑 却还是没有完全挡住 拳印直接便就粉碎 而他的一条手臂 也是被斩下 砰 他狼狈得横飞 却洒虚空 城主大人 远处观战的众人德格大精 第三次了 第三次 他们这里最强的城主大人被重伤 一条手臂被斩了下来 这 这就是与轮回清河之人的实力吗 才这么年轻 竟然就 就 所有人骇然 轰 这时 紫袍长主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重新站起身来 紫袍长主狠狠地盯着墓北 既是愤怒 又是心惊 愤怒的是 墓北当着众多下属的面 一次又一次将他极非重伤 实在是让他丢尽了颜面 而心惊的则是 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果然是强大 这么年轻便居然有这般惊人的战斗力 太吓人了 啊 这时 惨叫声响起 不远处的另一边战场 有个统江中的一人被黑麒麟击杀 血剑长空 不 惨叫声再次响起 小灵初如今已是随时维持着真身了 小家伙的四项守护和五行恶守护一血 第一时间便是爆发出恐怖的杀法力 将另外一个统江击杀 而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相互配合 葛葛展现出强大的传说及实力 相继也各自击杀一个统江 只眨眼间 七个统江被杀 只剩下最后两个统江 这两个统江脸都白了 邓邓邓的后退 不过 才退出没几步 黑麒麟和小灵初的攻击到了 两人完全扛不住 直接被轰成碎片 这 这 所有人大颤 葛葛惊恐万分 他们这座城池内的统江 实力虽然比城主大人差了非常多 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城主大人 可如今 只片刻间而已 所有统江被全灭 全灭 混沌葫芦看向紫袍城主道 中年狗 就剩你一个了 你说 接下来可咋整 吞天炉道 整什么整 他已经死了 斩魔刀道 确实 被墓北的朱节剑斩掉一条手臂 死灵之力已经是侵入了对方体内 对方还能活吗 活不了 紫袍城主面色阴沉 盯着吞天炉他们道 已经死了 你们几个破烂东西 还真 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身子颤抖 猛地一口血水喷出来 而喷出来的血水 是黑色的 他顿时瞳孔走缩 他中毒了 什么时候的事 而后 下一刻 他猛地看向自己方才被墓北斩伤的手臂 就见着 那里 他治愈好的手臂 伤口再次曝露出来 而且周边血肉在腐烂 他又惊又怒 你居然在剑上抹了毒 下座 他第一时间调动起强大的能量 压制侵入体内的毒力 这个时候 他也是捕捉到了体内有异常的诡异力量在侵蚀自身 不过 很快 他脸色又变了 以他四十一命轮的强大实力 这个时候却居然完全压制不住体内的诡异力量 根本压不住 而且 他越是去压制 那等诡异力量反而侵蚀的越加迅速 一时间 他脸色无比难看起来 朝着墓北愤怒地道 拿解药来 轰 他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周身环绕杀意 直接扑向墓北 墓北笑了笑 直接一剑挥出 这一剑挥出 密密麻麻的实色剑气显化出来 静止朝着紫袍城主卷去 紫袍城主一拳轰出 吃吃吃 所有剑气粉碎 而紫袍城主因为强行运转能量攻击 体内的死灵之力也是突然间大爆发 令他身形俱颤 猛得又是一口血水喷出来 且 鼻孔和耳朵 也开始渗出了血水 皮肤之上 许多血斑跟着生了出来 他一下子就无力了 而这个时候 被他粉碎了的那些实色剑气 却是全部重新显化了出来 直接朝他展过去 紫袍城主顿时变色 这些实色剑气不是被他轰碎了吗 怎还能再现 他连忙挥拳攻击 只不过 他如今的状态已经是无比糟糕 这般挥拳之下 威力不仅是很弱 防御状态也很糟糕 吃吃吃 一道道实色剑气被粉碎 不过 更多的实色剑气 确实突破了他的权力 直接落在他身上 吃吃吃 他身上出现一个咯血洞 啊 他发出惨叫声 手臂被完全消掉 无法再挥拳 而后整个身躯被剑气 斩成碎片 嗖 他体内 有只玉宝符飞出来 快速将他的残躯笼罩 不过 只刹那间 一道剑气划过 这道宝符直接粉碎 紫袍城主的残躯 站斗了几下 随后便没有了动静 死了 城主大人 远处 众人聚颤 死了 他们这里最强的城主大人 居然也死了 被木北碾杀 碾杀啊 木北挥手 将紫袍城主残体内的宝物 一一收起来 而后 将那些个桶将残体内的宝物 也收起来 这些人体内都开替了一空间 混沌葫芦飞过来 对木北道 开始搜刮战利品了后脸皮 木北道 纠正一下 咱们是拿精神赔偿 不是搜刮战利品 混沌葫芦道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咱们是拿战利品 不是 是拿精神赔偿 木北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直接朝城主府走去 远处的众人想要阻拦 但却完全不敢 城主大人都被杀了啊 很快 木北来到城主府 收集城主府的修行资源 很快便是取到了许多有用的宝物 这其中有着许多的宝单宝兵灵药等物 而他最需要的天地一向原石 有两千多块 道原则是有一团 该死的侵略者们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们一定会有报应的 府内 有人双眼发红 朝木北一虎怒吼 第2266章不会有痛绝的哈 木北看向好话的那人 这是一个身着轻裙的年轻女子 迎着木北看过来 面孔猙獰的道 看什么 我说错了吗 你们侵入别人的宇宙 肆意残杀 你们吃 十色剑气划过 女子脑袋飞起来 而后 心入其中的剑气将对方的脑袋直接斩碎 粉碎 混沌葫芦朝城主府内的其余人蹦跋道 还有谁不满 咱们虽然不想杀戮 但如果有人想死 那咱们也是尽量满足的 不满的 都站出来 城主府内 众人面带愤怒 攥紧了双手 下一刻 一个男人忍不住朝前踏出一步 而他刚朝前踏出一步 混沌刀气便是一话而过 吃得一声将他脑袋斩下 混沌葫芦道 还有谁 大胆地站出来 本胡绝对一视同仁 一刀解决 不会有痛绝的哈 所有人站斗 这哪里还敢动 沐北笑了笑 很快将城主府内的所有宝物资源收起来 而后 他施展藏龙精 将这城主府地底下的根基灵脉也给拉了起来 让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吞噬 让他们的实力又提升了一截 去其他地方 这整座城都是咱们的 对对对 走走走 咱们可是受害者 受害者变成反抗者 真是舒坦啊 太对了 混沌葫芦 小鼎和九瓶宝莲傲叫 这城主府下的根基灵脉 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一截 这让他们一下子就成到了甜头 这一座城主府的根基灵脉能让他们提升实力 那么这整个城池内 所有家族传承的根基灵脉全部加起来 妥妥能让他们提升不少啊 混沌葫芦傲傲道 习戴啊 哈哈哈哈 沐北笑了笑 他手中捧着一本古籍 一边朝城主府外走 一边快速地翻阅 这本古籍上 记录了这方一宇宙的疆域划分和实力划分 首先 这一宇宙的格局划分 类似于普通的世俗王朝 共尊一主 而这个主 便是这一宇宙最强的存在 被共称为戒主 具体实力不详 为此宇宙的唯一主人 此宇宙无敌 类似于是万欲朝拜 戒主之下 便是互戒十二顿 这互戒十二顿的实力 格格超绝 都是促十万年前就达到了四十九命轮的存在 格格身怀特殊能力 是戒主的绝对护法 戒主与十二顿 常年居于这一宇宙的中心 那中心 被称作是王之界 王之界 不是一颗星辰 是一片原始大陆 一片位于整个宇宙的原始大陆 这片原始大陆 汇聚于汲取了整个宇宙的能量精华和法则精华 其上强者遍地 王之界之下的疆域 便是天干十二宇宙 天干十二宇宙 每一个宇宙之主 都有着四十八命轮 这十二个宇宙之主 号称天干十二支 也是格格实力滔天 天干十二宇宙之下 便是三十六旁之宇宙 这些旁之宇宙的最强者 三十六旁之宇宙之后 便是七十二知命宇宙 这些宇宙的最强者 大多是有四十三命轮 甚至于 有四十四命轮 他们如今所处的宇宙 便就是七十二知命宇宙中的一个 这片宇宙中 最强的就是知命史 也就是他们此前刚抵达这片宇宙时 所遇到的那个持障老者 对方实力很强 七十二知命宇宙 三十六旁之宇宙 十二天干宇宙 互借十二顿 借主 他不由得感慨 这一宇宙的实力 当真是超级强啊 他们那边的宇宙 按照修行体系顶点的传说级来算 也就相当于他们这边的七十二知命宇宙程度 差这边实在是太多了 他给黑麒麟和小灵出他们 简单说了一下 黑麒麟感慨道 当真是差距巨大啊 差距巨大 真真的差距巨大 之前没有真正的了解这边 虽然知道有差距 但却没有一种具体的感觉 而如今 看到这边的古籍介绍 他们方才真正理解了 混沌葫芦道 差距大 是宇宙间的差距大 又不是和咱们差距大 要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踩着这边 让他们趴下唱征服 再说了 咱们那边的真正强者出手 别说打了 动动想法都能毁了这边一切 吞天炉道 这话倒是不错 不说他们的进步速度 就说灵天地和人亡那五人 随便一个出手 不 不说出手 就像反骨胡说的那般 动动想法 这边就毁掉了 木北笑了笑 道 不管那些 咱们努力提升救世了 小鼎道 对对对 他们很快离开了城主府 朝这座城池的其他地方走去 而后 很快 一道道愤怒和惊恐的咆哮声响起 那是我们猝万年的积累啊 你们 安要喝 有意见 你们这一介入侵咱们那边 怎么就不说了 咱们是来要精神赔偿的 你想死就继续嗲嗲 没有人敢说话了 不敢 会被杀的 而后 这城内便是只有混沌 葫芦和小鼎他们的兴奋声 不断回响 噢噢噢噢 这灵脉不错 虽然比城主府的差了一些 但也算优等 对对对 这座城池不算大 但也不小 其中有好几个大家族和经商的传承势力 他们一一横扫而过 将城中的所有修炼资源和根基灵脉全部挖起来 这其中 墓北一共收获了三万块天地异象原石 六块道元 宝冰灵药等数不生数 不过 这些宝冰和灵药 对于他来说却是着实没多大意义 而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 吸收许多灵气 实力则是提升了不少 如今 单体实力也是达到了传说级五重高度了 而一旦融合 绝对是有传说级七重级别了 可以其灵得到一柄气和自己的宝冰 且收获了许多神秘妖元 实力也得到了一个大提升 单体实力来到了传说级七重 小灵初在一堆天才地宝的加持下 练化了体内的一些天地本源之力 实力也是跟着大提升 达到了传说级七重高度 墓北练化完天地异象原石和道元 有了43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个人实力也是提升了一些 巅峰战力直接来到了传说级八重高度 走了 去下一座城 墓北哈哈笑道 一伙人在城中众人愤怒不甘的眼神中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很快 墓北一伙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 有人道 快将这里的事禀告上去 禀告给知命史大人 必须如此 对面的蛮荒宇宙 有人侵入了过来 实力很强 而且 最为主要的是 这个入侵者 还是与轮回亲和的体质 且已经开启了轮回眼 这可是大事 必须立刻禀报上去 而这些人的速度也是很快 不多久便是将这等消息传到了知命史耳中 一时间 凝聚出43轮命轮的知命史 面色也是为之变了 之前那个年轻人 居然还是与轮回亲和的体质 甚至已经开启了轮回眼 全力通气追查 所有人动起来 这一天 知命史的声音从知命殿传出 浩浩荡荡而开 这个知命史亲自动了起来 追捕木北 与轮回亲和的体质啊 这太惊人了 也太重要了 此刻 木北一伙已经是离开了方才那座城很远 他们的速度很快 不多久后 便就来到了一座新的城池 这座城池的规模 与之前那座城池相比 明显是小了许多 木北直接踏入城中 而后发现 这座城的整体实力 相比之前那座城池也弱了不少 城中最强貌似也就是39轮命轮 很弱 他直接碾压了这座城池 而后在城池内一众人愤怒不甘的眼神中 将这座城内的所有修炼资源全部搜刮一空 得到几千块天地一项原石 其他的宝兵宝丹林药等 对他是一点用也没有 就连整座城池的根基林迈合起来 对混沌葫芦他们也是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混沌葫芦道 不醒莫 之后再遇到这般小城池 还是莫要浪费时间了 对咱们压根没用啊 小鼎道 我唬你这就说得不对了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都是咱们的 不能放过 木北哈哈一笑 道 鼎人说得不错 他朝城外走 刚走出城外没几步 一股森寒强大的气势便是笼罩在他身上 找到你了 不远处 一个锦袍中年快步走来 强大的气势第一时间便就封锁了 木北四周的每一个角落 致命店的护卫长大人 城池内 有人惊喜到 护卫长 这可是41道命轮的强者 木北看着锦袍中年 淡淡一笑 混沌葫芦道 小子 这么急着来送死啊 锦袍中年 毛泽冰寒 送死 轰 强大的能量波动 浩浩荡荡荡 他脚底 41轮命轮很快显化出来 死的将会是你们 不过 他目光落在木北身上 道 你暂时可以不用死 活着镇压你 用处更大 毕竟 活着夺舍的清和轮回体质 方才能发挥最完美之效 盯着木北 他眸光灼灼 第2267章 这一爪真帅 木北笑了笑 混沌葫芦朝锦袍中年道 小样 就你这么个小垃圾 还想对付我们 谁给你的勇气 这话一出 锦袍中年还没有说什么 城池内的一众人格格愤怒无比了 混蛋 竟敢以这等语气与护卫长大人说话 当诸一万遍 对 许多人叫嚣 不过 下一刻 混沌刀器便是落到这些人跟前 吃吃吃 所有人脑袋飞起来 混沌葫芦蹦跋道 小若金文继续叽叽 本壶免费叫你们做人 不嫌麻烦的 众人格格惶恐起来 这个破葫芦怎么会这么强 他们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锦袍中年目光终于是落在混沌葫芦 眸子冰寒得很 小破烂 先解决 话还没说完 他身边的时空突然变得无比混乱 一条时空长盒子他头顶线画出来 直接淹没向他 小灵初睁开了时空眼 同一时间 四项守护和五行恶守护一起拉开 浩浩荡荡地朝着锦袍中年压落 锦袍中年一声爆喝 一拳轰上去 这一拳轰出 带动起一道巨大的拳印 这拳印与小灵初换出的时空长盒 四项守护和五行恶守护碰撞在一起 轰龙 伴随着激烈的轰鸣声 小灵初的攻击被轰碎 锦袍中年季初的拳印也粉碎 而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出现在了锦袍中年跟前 剑气速度非常快 且夹杂着十分惊人的剑威 直刺锦袍中年眉心 锦袍中年脸色一变 这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击 只能是仓皇之间急速后退 剑气趋势不减 急速而上 距离锦袍中年的眉心只有寸许距离 而下一刻 锦袍中年身后突然出现一条空间大裂缝 空间大裂缝中也有一道剑气展出来 锦袍中年猛的一跃 瞬间高高腾空而起 而几乎是他腾空而起的瞬间 黑麒麟已经等在了那里 直接一爪轰下 下去 砰 这一爪带动着强大的腰气 尽管锦袍中年仓皇间抬手挡住了 但身体确实在黑麒麟巨大的腰力下 直接朝着下方坠落 恰好就落在目北季初的两道剑气之间 而这一刻 锦袍中年完全来不及闪避 连撑起神力护盾都来不及 吃 吃 血水蹦剑 只刹那尖而已 锦袍中年被两道剑气分为了三段 血水喷洒 护卫长大人 远处 城池内众人格格大海 致命垫得护卫长 居然在这么转眼间就斩成了三段 混沌葫芦朝黑麒麟蹦跋道 老黑哥这一爪帅的哟 目北也是哈哈一笑 朝黑麒麟翘大拇指 他连轮回眼都没开 天星领域也没开 便就合力解决了这个拥有41轮命轮的锦袍中年 可以 该死的 锦袍中年还没有死 又惊又怒 在他体内 一道宝符飞出 宝符绽放光芒 快速发光 将对方笼罩住要将对方的残躯连接起来修复 不过 下一刻 一道剑气便是划过 将这道宝符斩得四分五裂 不 锦袍中年惊悚大海 宝符失去了 他的生命气息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消失 轰 就在这时 远空传来一道惊人的能量波动 一个身体魁梧的中年人突然冲过来 冲向那锦袍中年的残躯 锦袍中年顿时眼前一亮 统领大人 次宇宙的致命殿统领 一个有着四十二轮命轮的强者 这个统领显然是发现了锦袍中年处在死亡边缘 抵达锦袍中年跟前后 就要为对方疗伤救助 墓北直接睁开轮回眼 轮回眼目光移动 刷 锦袍中年的残躯瞬间来到他脚边 消失在那个统领跟前 统领看向墓北 盯住墓北的轮回眼 还真是掌控了轮回眼 当真是与轮回亲和的体质 之前收到的消息 无价啊 啊 惨叫声突然响起来 带着无尽的绝望和不甘 锦袍中年肉身被斩为三段 在没有救助的情况下 血水快速流逝 生命于此刻走到终点 死 如此一幕 让得统领顿时大怒 盯着墓北立声道 该死的东西 轰 一股恐怖的能量自他体内扩散而出 他脚下 42道命轮直接显化了出来 浩荡着极其恐怖的沙发之威 一下子冲向了墓北这边 瞬间急至墓北跟前 而抵达墓北跟前的同一时间 他的拳头已经是挥出 直接轰出了墓北身体 然而 确实并没有一点血水蹦践而出 残隐 他怒道 通龙 他头顶上空 一道紫色雷霆从天而降 刹那间将他淹没 破 伴随着一道饱喝 笼罩住他的紫色雷霆瞬间崩散开来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 而几乎是这同一时间 黑麒麟的腰地九转大神通到了 而小灵出的时空长河 四项守护和五行恶守护跟着压来 统领一拳轰出 给我碎 双方激烈碰撞 通龙 这片时空直接被轰塌 黑麒麟和小灵出的攻击被粉碎 不过 就在这时 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已经完成了融合 融合后的战力无疑是强大得很 斩魔刀器直接落到了跟前 统领刚刚应对完黑麒麟和小灵出的攻击 便是就又迎上这等攻击 只能又是仓皇轰出一拳 根本轰不出权力 拳硬与刀力撞在一起 通龙 刀力粉碎 拳硬也粉碎 刷 沐北出现在他跟前 直接一拳轰出 咚 这一拳轰出 宛若是天谷被泪响 恐怖的肉身之力让得这个42命轮的统领都变了颜色 快速后退 不敢硬撼这一拳 这一拳的力量太强了 这个时候 他来不及继续通 单纯以肉身一拳迎上 肯定是扛不住的 而他这么一退 黑麒麟 小灵出和人形宝兵的攻击又是到了 格格十分强大 将他身后的退路切断 该死的 统领大怒 只能是大吼一声 与仓皇之间撑起神光防御壁垒 轰 黑麒麟 小灵出和人形宝兵的攻击落在神光防御壁垒上 直接让这防御壁垒出现裂痕 而后咔嚓一声粉碎 这不是对方不强 而是 对方来不及全力撑起防御壁垒 并不够强 而几乎是对方防御壁垒崩碎的刹那间 墓北的拳头到了 让得对方防御与闪避皆是来不及 直接被这一拳轰在胸膛 砰 伴随着一道巨响 这个统领的肉身当场被轰爆 化作醋以千块的碎片 第2268章破坏神古体法 统领大人 城市内 这一宇宙的众人格格大害 致命殿的统领 42命轮的强者 居然也被杀了 被转眼间碾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些人不愿意相信 不敢相信 统领大人 那可是42命轮的修为啊 这等修为 居然也挡不住墓北一伙 怎么会 人形宝兵解除了融合 混沌葫芦哈哈 大笑 蹦答着道 咱们合力 天下无敌 未来灵天地都得被咱们 按在地上摩擦 慕北朝他撬大拇指 哈哈笑道 樊骨仔说得好 黑麒麟 小鼎 斩魔刀 吞天炉 九瓶宝莲 你跟樊骨仔待久了 也是生出了不少樊骨啊 就连小灵初都不由得 眨了眨眼 一压了两声 另一边 隔空看着这个位置的 横天地忍不住大笑 不愧是我孙人 哈哈哈哈哈哈 人亡 灵天一副十分尴尬的表情 摸了摸鼻子 旁边 无一轻笑 一语咒 被轰碎了的统领 一块碎肉内有宝符飞出 想要修复这个统领的肉身 然而 慕北自然不可能给这样的机会 直接一挥手便就这宝符碾碎 混沌葫芦道 这碗一耳 实在是有些鸡肋 有个毛线作用哦 慕北道 主要应该只是针对于断手断腿什么 那个情况下 这等宝符是完全可以治疗的 混沌葫芦道 也是哈 慕北挥手 将这的统领和那护卫肠残缺肉身 那一空间中的宝物全部取出来 总共有几十块天地一向原石 其他的宝冰灵药等 数量也是不少的 意义不大 但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慕北道 走吧 去下一座 去哪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来 不远处 一个金袍老者朝着这边走来 金袍老者手持着一根赤色令牌 随着他迈步走来 脚底有一道道的命轮显化而出 而没显化出一道命轮 他的气息便是提升一大截 很快 四十三命轮显化出来 他整个人的气势攀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 十方空间的时空 大道和法则 都在他的气息下不断战斗 四在沉浮 城池内众人惊喜 致命史大人 致命史 他们这个宇宙最强的人 慕北看向致命史老者 老头儿 你来得挺快哈 这个时候 他也是生出了一股巨大压力 仿佛是一个凡人 在肩头上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肌肉和骨骼都生出一股疼痛感 黑麒麟 小灵初和混沌葫芦他们 格格戒备起来 无比警惕地看着致命史老者 对方的气息 真的很可怕 保守估计也是传说及时重层次 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越这个层次了 反而 这个时候面对对方 他们都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威胁 这在季之前与天道对战时 可是就没有出现过的 致命史老者持赤色令牌 目光落在目北的轮回眼身上 老眼中也是流露出淡淡光芒 轮回眼啊 本以为只是属于传说中的东西 没想到竟然真的存在 他脸上带着感慨之色 而后 很快 他那老眼中又是流露出金芒 璀璨的金芒 天佑我界 他手中拐杖一抖 这一抖 目北头顶上空 苍穹之上 顿时有一轮璀璨的神环显化出来 带着一股惊人的封印之力和镇压之力 轮回眼 与轮回清河的体质 眼前这个年轻人 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只要将之镇压下来交与戒主 让戒主夺舍 之后 凭戒主的实力与天赋 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控完整轮回 绝对的 目北看向头顶的神环 是之前的宝树 他直接记四项封印 知名使老者道 同样的坑 你以为老夫会在第二次吗 话落 目北头顶的神环突然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而后快速分裂 眨眼间便就生出九重神环 这九重神环一出 他所散发出的封印之力和镇压之力 顿时间暴涨 目北不语 基础的一中四项封印发光 刹那间演化出九重 九重叠加 直接破开知名使老者的神术封镜 而后从其中闪了出来 他看着知名使老者 你刚才说啥来着 知名使老者面色围尘 混沌葫芦哈哈笑道 老棒锤 你以为只有你的封印术能变化 你才九重而已 后脸皮施展的四项封印 有着无穷变化 知道不 知名使面大冷淡 道 的确是有些丢脸面了 那么 此事便有尔等的性命来偿还吧 他手中拐杖一抖 脸上突然出现一道道奇异纹落 而后 他的皮肤突然化作赤血色 上身的衣衫也是一下爆开 露出如同一块块球龙般的肌肉团 他身边 时空直接坍塌湮灭 出现一条条黑色的毁灭性时空裂缝 而他的面容 也是显化出了一股威严之气 给人一种凶意 混沌葫芦一惊 道 卧槽 老棒锤 你吃什么长大了 鸡肉这么牛逼 这不符合常理啊 你一个小老头儿 肉身应该干瘪的才对啊 鸡肉这么牛逼 合适吗你 小鼎道 这 这是真有些爆炸性啊 黑麒麟 小灵初和吞天炉 他们也是星际 就算是木北 这个时候也是瞳孔萎缩 这个致命使劳者此刻散发出的气息 太惊人了 而那肉身 就算身为轮回体的他 这个时候都生出了一股压迫感 而远处 这一宇宙的众人则是一个个兴奋无比 一个个攥紧了双手 破坏神谷体法 除了十二顿的骤天大人外 只有致命使大人 学会了破坏神谷体法 赢了 破坏神谷体法 此乃最为古老传说中的体数战绩 此即生出 历破万法 这时 致命使看着木北 下一刻他便出现在木北跟前 右手扣向木北咽喉 木北瞳孔萎缩 好快 好快的速度 纯肉身的移动 无限逼近空间大道的瞬间移动了 他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轰出 与致命使的扣向他的右手撞在一起 砰 伴随着一道惊人的暴鸣 他的拳头与致命使的右手手掌撞在一起 然而 完全没有撼动致命使 致命使眼中却是生出一丝微光 看着木北道 了不起的肉身 不愧是轮回体 他右手一收 就要抓住木北的拳头 而这时 木北化拳为掌 掌心中显化出迷你四项封印图 这迷你四项封印图直接迎向对方右手 一下子四项封印图撑住对方收握的右手五指 不过 下一刻 随着对方加力 四项封印图便是剧烈晃动 木北连忙抽身击退 几乎是他退出去的刹那间 致命使手心中的迷你四项封印图直接被捏碎 这一幕看的黑麒麟和小凌初都是震撼 混沌葫芦道 徒手捏碎四项封印 这老棒锤这个时候真是猛的一塌糊涂啊 本湖眼珠子都要蹬出来了 黑麒麟 小凌初 小顶吞天炉 斩魔刀九瓶宝莲 你再说什么 你有眼珠子吗 木北这个时候退出促时丈远 在这个位置上稳住身形 看着致命使老者道 老家伙 你这还真是印证了那个词 老当义壮啊 他也是有些吃惊的 施展出那什么破化神骨体法的这个致命使 力量还真是有些恐怖啊 致命使看向他 隔空朝他抬起手 木北看着对方 下一刻 致命使五指开始收拢 这一收拢 木北周围的时空顿时间开始压缩 形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巨爪 直接将他包裹在其中 木北瞳孔奏缩 这都行 他感觉自己被一股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恐怖力量在挤压 完全挣脱不了 当下 他也不做任何保留 轮回图和剑之神种起初 无极建议也于这个时候大爆发 四十三宗永恒大天地异象更是在这个时候起起显化出来 轰 激烈的轰鸣声暴响 伴随着无比璀彩的光芒 他生生撕裂开一条时空裂缝 而后一下子挣脱那时空巨爪 从其中挣脱了出来 横移出去百丈之远 致命使老者眼中露出一色 看着沐北再次感慨道 了不起的战力 他方才的那一爪 可是破坏神谷体法中的核心神通秦神术 威能非常强 一旦被困在树内 同为四十三命轮的修行者也是不可能逃脱 只有被镇压 可是 沐北这么一个年轻人 综合战力绝对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但却强行从他的秦神手中挣脱了出去 厉害 这实在是不得不让他吃惊 而这个时候沐北看着知命使老者也是满脸的震惊 方才那宗树着实有些强啊 差点就被镇压捉住了 他看着知命使老者道 老家伙 你可别夸了 你夸我 实际是在夸你自己吧 毕竟 我这般厉害的救急天才 这个时候是完全被你压制着的 黑麒麟 小灵初 混沌葫芦 小鼎 斩魔刀 吞天炉 九瓶宝莲 这般压力巨大的战况之下 居然都不忘狠狠夸一番自己 真是简直了 第2269章有些离谱了吧 知命使老者看着沐北 你倒是很有意思 他神情平淡得很 沐北道 还是你更有意思一些 知命使没有说什么 唯有四周时空在抖动 强大的气势压制了全场 沐北对黑麒麟和小灵初他们道 你们先退 黑麒麟目光微动 随后点了点头 招呼小灵初和混沌葫芦 他们道 退 小灵初朝沐北一压了声 混沌葫芦道 后脸皮加油 干趴他 干不趴也没关系 就当没干过 下次再干趴 沐北笑着点头 黑麒麟他们快速离去 知命使看出黑麒麟他们 手中拐杖抬起来 老夫可没同意他们离开 他想动手 沐北道 我劝你最好别动 旁边城池内的人 很多的 知命使动作一致 他目光落在沐北身上 道 也罢 他们毫无意义 你能留下就行了 他自然能懂沐北的意思 这个时候 他若敢对黑麒麟他们动手 那么 城池内他们这个宇宙的那些人 便会遭到沐北的无情抹杀 一瞬间而已 这些人绝对一个也活不下来 很快 黑麒麟 小灵初和混沌葫芦他们走远 场中剩下沐北和知命使两人 知命使看着沐北 凭现在的你敢于一个人面对老夫 不得不说 很有气魄 沐北淡淡一笑 他体外 十色神光开始交织出来 看着知命使道 我就是想看看 能不能砍中你一剑 坑 剑名蒸蒸 一道道十色剑气显化出来 如同一个个剑道扑纵般 围绕在他身盼抖动 知命使看着沐北 了不起 此刻 双方的战力绝对是悬殊的 在这等战况之下 换做别人 绝对会说看看你能不能拿得下 或者是能不能留得下我 可沐北却是看看能不能砍中他一剑 前者是一副防御姿态 而后者 完全是进攻的态度 天差地别 若你是我界之人 便就好了 他叹道 他微微闭上双眼 下一刻重新睁开 随着他睁开双眼 四周的空气突然变得无比沉重 而这沉重的空气 突然间变就化作一道道强大的权硬 这等权硬直接轰向沐北 威力骇人 沐北轮回眼闪烁 在这些权硬中快速移动 于下一刻七身到知命使跟前 直接一剑斩向对方投颅 这一剑斩出 一道十色剑气伴随着龙吟声显化而出 有一条紫色大龙环绕在十色剑气之外 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斩向知命使老者 知命使老者面不改色 抬手一指 空气爆发出透明的空气振动力 这等振动之力直接便将环绕 紫色大龙的十色剑气连同紫色大龙一起粉碎 而就在这时 粉碎的紫色大龙剑气中 一张迷你四项封印图显化出来 这四项封印图卷向知命使老者 知命使老者一掌拍出 与四项封印图撞在一起 直接将这四项封印图粉碎 刷 沐北闪到了知命使身后 右手持朱结箭 直接立劈 知命使目光扫后一扫 一道空气振动波形成强大的壁垒屏障 直接将这一剑挡了下来 而这时 知命使前方 一柄剑突然急刺而来 剑之神种 知命使手中赤色令牌一扫 与剑之神种撞在一起 砰 剑之神种被扫飞 而这时 沐北四周的时空突然急速压缩 知命使老者再次抬起了手 秦神手 这一次 沐北有所准备 空间顺移一展 整个人刹那间消失 出现在猝石杖开外 而几乎是他出现在这个位置的第一时间 知命使老者挥动手中令牌 一道纯沙光落了过来 沐北连忙一键展出 与这沙光撞在一起 碰龙 惊人的碰撞 强大的破坏力从沙光之上不断传来 下一刻 砰的一声 沐北整个人暴退 那沙光潜藏的力量太强了 这一退 他直接被震的后退了百丈之远 而近乎是他退到这个位置的第一时间 他猛的一键展向身后 在他身后 知命使老者出现在了这个位置上 手中赤色令牌压向了他 剑与令牌撞在一起 发出当的一道金属翠音 十分刺耳 知命使老者眸光闪烁 了不起的感应力 了不起的反应力 在方才那等情况下 一般人完全感应不到他 就算感应到了他 也难以在那等情况下寄出攻击 可沐北做出的一连串动作 确实非常的流畅 这真的很惊人 他是又一次被惊到 感叹沐北的非凡 沐北方才自夸为救急天才 他觉得 这还真是一点水分也没有 这不是自夸 而是事实 不过 虽然惊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超凡 但他的攻击却是没有停下 手中的令牌爆发出璀璨光幕 这等光幕直接演化出一道神光大手印 神光大手印 封锁十方时空 抓向沐北 沐北跟前 轮回图显化出来 轮回图迎上这神光大手印 下一刻 双方撞在一起 然而 轮回图确实敌不过这神光大手印 神光大手印压迫的轮回图剧烈晃动 沐北轮回眼一动 强挤压敌的能力发动 瞬间让神光大手印微能大幅度削弱 而他自己祭出的轮回图则是微能大增 通龙 伴随着一道剧烈轰鸣声 神光大手印与轮回图一起炸开 哼 沐北被震退促十丈 而几乎是他被震退出去的同时 他手中的朱节剑却是化作一道剑光 直指致命史眉心 速度非常快 剑威也非常惊人 其上缠绕了无极剑翼 不过 就是这么霸道合极快的一剑 致命史却是简单偏投变就给避开了 这时 沐北再次展现轮回图 且将四项封印跟随着一起施展开来 将四项封印和轮回图融合在一起 猛地甩向致命史 刹那间 这等攻击便就抵达了致命史跟前 致命史一令牌压在 与这等四项轮回图撞在一起 轰隆隆 伴随着一道轰鸣 而后 四项轮回图直接粉碎 就在这时 沐北换出了剑之神种 剑之神种交织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踏持着剑之神种 猛地一剑朝着致命史老者的空力踢 这一踢 一道百丈剑气顿时间显化了出来 下一刻便就来到了致命史跟前 致命史点出一指 这一指点出 一道璀璨的指光迎上去 直接与这百丈剑气撞在一起 吃 百丈剑气粉碎 这时 致命史老者朝沐北道 又该老夫攻击了 话落 他手中的令牌格空朝沐北一压 只是轻轻一压 但所攜带而出的力量却是爆炸性的 令沐北瞬间脸色一变 连忙祭出三十六重四项封印挡在跟前 下一刻 轰 磅薄的力量落在三十六重四项封印之上 直接便就破坏了这三十六重四项封印 而这之后 却还有余威力量没有消失 继续卷向沐北 沐北一拳轰出 与这余威力道撞在一起 砰 沐北暴退 直接被震退了两百丈 而这个过程中 他到退博的位置 时空崩碎了一片又一片 他嘴角一缕血水溢出来 他擦掉嘴角的血水 看着致命使老者道 厉害啊老家伙 你这个老当义壮的有些过分了哈 致命使老者却是目光为宁 看着沐北叹道 要说厉害 还是你这小家伙更厉害一些 让老夫惊讶了 他方才那轻飘飘的一击 可也是一宗大战技神通 却没有想到 沐北还是给挡了下来 而挡住这一击 却仅仅只是受了点轻伤而已 厉害 着实是厉害 就在这时 他突然一令牌扫向身后 在他身后 朱节剑击刺了过来 这一令牌与朱节剑撞在一起 当的一生 朱节剑横飞出去 而这时 沐北轮回眼一动 这一动 致命使老者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出现在朱节剑横飞出去的正前方 距离朱节剑只有促寸距离 致命使老者抬手挥杖 而就在这时 他手旁白的空间突然裂开 一条空间大裂缝直接将空间令牌咬住 而四周更是有强大的空间之力大爆发 配合沐北无极建议极限运转 强行束缚向致命使 一瞬间 致命使老者被束缚住无法动弹 而就是在这帷幕的一瞬间 对于朱节剑的攻击足够了 朱节剑直接刺在了对方胸膛 当一道金属翠音传出来 金属翠音 墓碑有些被惊到了 真的假的 老家伙 你这肉身有些离谱了吧 朱节剑成功图刺在了致命使胸口 但却完全没有刺进入 表皮都没有伤到一丝 对方的肉身宛弱是无双神铁一般 肩不可摧 这时 致命使恢复了行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气息 以他为中心扩散 痴 空间支力和空间裂缝被震碎 而朱节剑也是被震开 重新回到墓北手中 墓北握住朱节剑 看着致命使老者 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这老家伙的肉身着实是硬啊 太特么硬了 当初 与天道的实力相差那么大 他都是以朱节剑刺伤了对方 可如今 却居然丝毫也没有伤到 这个致命使老者 那什么破坏神骨体法 还真是有些可怕啊 致命使老者看向墓北 道 应该说是 你的手段很惊艳 战斗经验 很充分 有一说一 放在年轻一代中 我借无人可与你相提并论 他不愿意承认这等事 但是 就目前的事实而言 他们这一届的年轻代中 真的没人能与墓北相比 差太多了 完全是天壤之别 与墓北交手 看着墓北 他就感觉 眼前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为战而生 天生的战士 他看着墓北道 这样的你 不能留啊 他手中令牌开始发光 一股压抑的气息开始苏醒 显然 他要记某个大数 这时 墓北道 老家伙 先接我这一件 说着这话 他周身突然冒起一片片璀璨光芒 这等光芒快速汇聚到朱节剑之上 这是与着知名史战斗的这个过程中 对方迹向他的所有杀伐能量总和的两倍 此刻 他将这等杀伐能量导了出来 汇聚到朱节剑之上 绝对反击 他一剑斩向知名史老者 坑 剑名刺耳 震动朱天 一股霸道到极点的剑力浩荡而起 剑光淹没的一切 直接倦向知名史老者 迎着这一剑 知名史老者第一次动容 当下一声爆喝 猛的一令牌踢上去 下一刻 这一仗与墓北这一剑撞在一起 通龙 周盼的时空 大地大道 法则 一切的一切都在崩碎 一股股飓风席卷而出 让得远处城池内的一宇宙众人 齐齐被掀翻出去 挡不住这等刚风 更是有不少人大口吐血 仅仅是被这等刚风卷中 其中的残存与微变就让他们遭受重创 如此激烈的碰撞 足足持续了十几个呼吸 方才是渐渐平息下来 知名史所在的位置上 一个直径万丈的深坑显化出来 知名史飘在空中 身体不断剧烈颤抖 他看向对面 对面 墓北方才立身的位置 那里已经是没有了墓北的身影 跑了 如同之前那般 墓北又走了 而这一次 知名史老者没有探开神念追查 只是定定地站在原地 面色无比沉重 可怕的剑技 血水 从他口中不断溢出 第2270张 你还谦虚起来了 这个时候 墓北已经离开了方才 那个地方很远 而后 他施展轮回眼 刷刷刷 黑麒麟 小灵初和混沌葫芦 他们同时出现在跟前 黑麒麟道 你这能力 还真是好用 哈 他们离开 墓北并没有与他们商议在哪里碰面 他便是就知道 墓北之后一定会以这的能力找他们 果然就是这样 真是太好用了 墓北哈哈一笑 还好还好 他闭上轮回眼 揉了揉胸口 那个致命使老者 当真是厉害得很 与对方一战 被震退几次 感觉五脏六腑和神魂都被伤到了 吞天炉道 你用绝对反击了没 绝对反击 是墓北当前可以随时使用的最强杀招 墓北道 自然是用了 用出来我就跑了 吞天炉道 用了你还跑啥啊 没弄死对方 应该也能将对方重创吧 斩魔刀也好奇 道对啊 墓北贪了贪手 道问题就在这里了啊 就算对方重伤 应该也是比我强啊 寄出绝对反击 他明白肯定是杀不了对方的 一定可以让对方受伤 但是他也明白 对方还有底牌大树没有施展出来 他现在这小身板 可是扛不住的 当然 他有朱节剑的绝杀一剑 这一剑是肯定可以搞定对方的 但是 着实没有必要 还没有被逼至山穷水尽的地步 用这一招着实是太浪费了 这等底牌 一个月就一次 等不用就不用啊 这可是保命的底牌 混沌葫芦道 有那么厉害吗 墓北道 可不就是那么厉害吗 我创造的机会 用朱节剑全力一个图刺 连那老家伙的表皮都没有伤到 混沌葫芦精道 卧槽 这么牛 精的本胡眼珠子都要蹬出来了 黑麒麟 小林初 小鼎 斩魔刀 吞天炉 九瓶宝莲 你没有眼珠子的啊 墓北道 还得快速提升下实力太行啊 我预估了下 要能与那老家伙对碰 最起码也得再凝聚出四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黑麒麟道 四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也就是八万块天地异象原石 这难度 有些高啊 墓北点了点头 而后道 所以 我准备闭关一下 该开发下天地种子了 开发天地种子 天地种子也是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蕴含惊人的宇宙之力 大导之力和各种法则力 它已经很久没有开发天地种子了 因为 后续的开发 所需要的能量实在是太多了 之前不够 不过 现在 它觉得应该可以了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它各种招揽人才推动北帝格信仰体系的发展 此前更是有天魔一脉和妖祖一脉也加入了进来 帮它推广 想来 现在它的小宇宙内 一定是有非常浩瀚的信仰之力了 听它这么一说 黑麒麟目光微动 道 也对哈 走走走 找地方闭关 墓北道 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不多久后便是找到一处非常隐蔽的山谷 墓北在这里布置下重重静置后 便就在山谷内盘西坐了下来 简单调习了一下 它撑起天地种子开发的小宇宙 随后 它开始感知小宇宙中的信仰之力 顿时间 滚滚的纯白色光灰显化出来 浩浩荡荡 遮掩了整个星海 混沌葫芦经道 我去 好浓的信仰之力 已经这么多了吗 连黑麒麟也是吃惊 真是惊人啊 小鼎道 老黑哥 纠正一下 你的说惊奇麟才对 黑麒麟 而这时 墓北也是吃惊 他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小宇宙 终居然有了这么多的信仰之力 意外 着实是有些意外 他哈哈大笑 效果显著哈 不枉费他一路走来 各种招揽人才 推广自己的北帝格信仰 这些信仰之力 绝对能帮上大忙了 当下 他调动起这滚滚的信仰之力 以这些信仰之力 快速开发小宇宙 嗡 小宇宙绽放光芒 随着时间推移 这等光芒越加的璀璨 小宇宙在快速碰撞 星辰在变大 宇宙之力在快速提升 其内的三千大道 和各种法则 也在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变强 一切都在提升 时间推移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黄眼 足足七天过去 七天过去 这一天 木北撑起的小宇宙 突然爆发出极其璀璨的光芒 这等光辉使一显化 便是生出各种意象 每一种意象都是非比寻常 黑麒麟道 进化了 小灵初一压了两声 吞天卢道 这就是小宇宙之上 亚宇宙 宇宙的划分 初始宇宙 为小宇宙 小宇宙 亚宇宙 正宇宙 真宇宙和大宇宙 现在 天地种子被开发到了亚宇宙层次 开发到这个层次 他们明显感觉到天地种子的力量强了不少 最为主要的是 天地种子开辟到这个级别后 有纯净的宇宙原初能量没入了木北体内 使木北本人的基础气息也随着提升了很多 修为没有进步 但 木北的气息更强了 综合实力 绝对增强了不少 木北这个时候也是笑起来 不错不错 继续继续 亚宇宙中还有许多的信仰之力 他以这些信仰之力继续开发 虽然不可能直接开发到正宇宙层次 但是 也能提升 提升了 宇宙之力就会增强 方才是有好处的 这一开发 转眼间又是三天过去 三天时间 他将所有信仰之力耗费完 现有的亚宇宙规模强了三倍之多 距离正宇宙层次已经是非常近了 木北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 他握了握拳 亚宇宙的无尽星辰宇宙之力汇聚到手中 凝聚为一柄三尺战舰 建立爆炸 黑麒麟道 能对付那之命使了吗 木北道 现在的力量 应该是有传说及九重了 这个状态下 开启所有手段后 配合轮回眼天星领域和如今的浙雅宇宙之力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 不会很轻松 黑麒麟道 已经是很不错了 木北笑着点了点头 而后 他个空看向一个方向 黑黑一笑 道 那就走吧 直接去知命殿 知命殿 这片宇宙的核心所在 直接去那里 知命使在那里 便就直接与对方一战 震杀了对方后 再将那里的修炼资源取走 若是知命使老者不在那里 那就更加没有关系 能更轻松地将那里的修炼资源取到手 总而言之 现在去知命殿 是最好的选择 黑麒麟咧嘴一笑 自然知道木北这个时候是怎么思考的 道 走着 一会离开这个地方 直接朝着知命殿而去 知命殿的具体位置 之前木北看了古籍 已经是知道了 以他们如今的速度 不多久后 便就来到了知命殿之外 放眼望去 知命殿占地面积并不广袤 是一副城堡模样 此时 知命殿外有着不少守卫在巡逻 随着木北一伙来到这里 这些守卫第一时间便就发现了木北 那人 那个蛮荒宇宙的入侵者 拿下他 这些守卫第一时间全力动手 各个展现出强大的宝树 朝着木北攻来 而这时 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 退下 随着这声音溢出 这些守卫的攻击请客兼止住 守卫们齐齐看向声音的来源地 就见着 不远处 一个金袍老者走来 一众守卫连忙行李 知命使大人 木北看向知命使老者道 哟 老家伙 又见面了哈 知命使老者看着木北 道 看起来 你变强了 实力提升不少 木北笑了笑 道 勉强还行 知命使老者看着道 勉强还行 李这等人居然还谦虚起来了 这倒是难得得很 木北 这老家伙 居然还阴阳起他来了 这时 知命使老者缓缓腾空而上 看着木北道 来吧 继续之前的一站 让老夫看一看 这般短暂的时间里 你的实力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木北笑了笑 道 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身体跟着腾空而起 很快便就来到 与知命使老者一样的高度 知命使老者看着他 周身光辉一转 整个人直接爆发出 强大的战斗气息和凶器 破坏神骨体法 这一刻 知命使老者直接开启了 这宗远古奥数 第2271章 你还真是不肯服输啊 木北看着知命使老者 他微微一笑 轮回眼直接睁开 知命使老者看着轮回眼 看到 第二次见到 依旧还是有一种莫名的震撼感 轮回眼 迎着这双眼 他真的有一种来自灵魂的震撼感 虽然他的灵魂已经炼入了血肉之中 并没有了灵魂 但这种类似灵魂的触动感 却依旧很真实 木北没有说什么 天心领域开启 整个人的精细神为之提升 对万事万物的感知能力 随着攀升 随后 一颗颗星辰自他身盼显化出来 虽然依旧是迷你星辰 表面上看去与此前没有什么区别 但细细感受却能发现 这些迷你星辰所散发出的气息 却明显是比之前浩瀚和广袤了 木北看着知命史道 来吧老家伙 他抬手 朱节剑出现在他手中 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 抬手便是一剑斩出 这一剑斩出 霸道的石色剑气瞬间划破天际 眨眼间便就抵达了知命史老者跟前 知命史老者抬手一扶 这一扶一股强大的力量似惊涛骇浪而上 与这石色剑气撞在一起 吃石色剑气粉碎 不过下一刻粉碎的石色剑气便是再次重现 继续朝着知命史老者斩去 知命史老者屈指一弹 石色剑气再次粉碎 而后石色剑气再次显化 知命史老者挥手 一方小型神光圈显化 将这道石色剑气封锁 随后弹指没入石空之中消失 很有意思的剑气 话落 它消失在原地 而与此同时 墓北也消失在原地 几乎是下一刻 最中间的位置上 一道巨大的金属翠音响起 墓北手中的朱节剑与那赤色令牌撞在一起 两人抵在一起 震得周围石空寸寸坍塌 这个过程中 墓北处在稍微一丝的下方 但与此前相比 确实好了太多太多 至少 正面与这知命史交战 没有如同此前那般被碾压了 知命史老者看着他道 如此短暂的时间 你当真是提升幅度吓人哪 墓北笑道 一般般 随着他画落下 四周 一颗颗星辰发光 直接朝着知命史老者撞过来 知命史老者一动不动 他脊背上生出一道道神秘古符文 这些神秘古符文使一显化 便是绽放强大的光束 光束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砰砰砰 一颗颗星辰被扫飞 就在这时 与赤色令牌底在一起的猪杰剑 突然无损穿过赤色令牌 指展知命史老者头颅 知命史老者瞳孔萎缩 左手一指引上去 有一道小型光盾显化出来 抵住猪杰剑 而他手中的赤色令牌 则是砸向墓北头颅 墓北身前 四项封印显化出来 迎上这一击 双方相撞 轰 伴随着剧烈的轰鸣 两人同时后退 知命史老者后退了三仗 而墓北 后退了五仗 混沌葫芦道 后脸皮还是处在烈时一些啊 吞天炉道 毕竟 那个知命史老头儿 的确是非常强大的 斩魔刀道 相比之前 已经是好多了 之前可是被压着打 而如今 已经是能将对方震退了 九瓶宝连道 确实是这样 小顶嗷嗷道 后脸皮加油 咱们毕胜 听着他这么喊 小凌初也是朝沐北 一压一压地喊了几声 俨然是表达着 与小顶一样的意思 毕胜 可笑 他只有被知命史大人 碾压的结局 而你们 今日也得葬在这里 全都得死 知命殿内 这一宇宙的众人 盯着混沌葫芦和小顶他们 格格面带冰冷之色 混沌葫芦朝他们道 有喝 本胡这爆脾气 很雕啊小垃圾们 有种出来碰一碰吗 小顶也朝他们道 来碰碰 小垃圾们 听着混沌葫芦和小顶如此话语 知命殿的一众人哪里能忍 当下便有一群人冲出来 拿下他们 哄哄哄 这些人格格展现出强大的气势 都是有着四十轮命轮的强大修行者 试着知命殿内此刻的顶尖了 混沌葫芦和小顶也准备动手 这时 一股强大的神法顿显化而出 将从知命殿内冲出的人全部挡住 知命史老者道 回去 这些人不解 道 知命史大人 他们太消 回去 知命史老者声音淡漠 混沌葫芦道 小垃圾 你们的知命史是在保护你们 知道不 就你们的实力 上来就是被鸟 小顶道 就是 一点自知知名都没有 听着他们这般言语 从知命殿内冲出的一个葛修士都是怒不可遏 恨不得急速冲过去 将混沌葫芦和小顶打爆 可 他们的前路被知命史挡住了 他们冲不过去 而下一刻 他们又是快速冷静下来 知命史大人既然拦住他们 那就的确是说明了一点 他们不是混沌葫芦和小顶的对手 方才若是真的冲过去 或许便真的如同混沌葫芦说的那般 直接就给他们秒杀了 等着 他们狠狠地盯着了眼混沌葫芦 而后退回知命殿 混沌葫芦嘖嘖道 一群小恶色 就知道放狠话 除了会放狠话外 啥也不是 知命殿那些人 格格恼目不已 一个格攥紧了双手 但却终究是没有再说什么 而这时 墓碑与知命史老者的对峙也是结束了 两人消失在原地 随后再次碰撞在一起 当当当 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不断回响 只打得虚空不住地崩碎 时空也跟着不断湮灭 片刻后 两道身影同时倒退 倒退的这个时候 墓碑头顶时空 一道时空巨爪直接显化了出来 压制四周所有 抓向墓碑 知命史老者的秦神手 而同一时间 知命史老者头顶 轮回图显化在了这个地方 轮回图浩浩荡荡地直接压下 且 四周还有一颗颗迷你星辰轰击而上 每一颗星辰都是带着极其惊人的宇宙之力 知命史老者周身绽放神光 一拳轰向轮回图 而手中的令牌则是一个横扫 卷出一圈弧度沙光 这些弧度沙光迎上那一颗颗星辰 轰隆隆 激烈的轰鸣声响起 轮回图被轰碎 四周的一颗颗小星辰也被轰碎 而就在这时 墓北施展空间大道越过秦神手 整个人出现在知命史跟前 持株结界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 展向知命史老者 知命史老者此刻来不及挥杖 也来不及挥权 只能撑起防御光幕 而这时 墓北眼神一动 轮回眼的消敌强己之能 随着这个能力发动 致命史老者撑起的防御光幕 一下子抖动起来 防御力削弱了许多 而墓北斩出的朱结剑 剑力则是大增 下一刻 朱结剑落在防御光幕上 通龙 双方激烈交锋 防御光幕挡住了朱结剑 不过只坚持了三个呼吸 卡擦一声 防御光幕直接四分五裂 而朱结剑则是趋势不减 继续展向知命史老者 知命史老者 谋自为宁 下一刻 整个人一跃后退数百丈 朱结剑落空 墓北看向知命史老者 知命史老者叹道 少年人 你当真是厉害了啊 不仅进步神速 对敌经验意识无比丰富 年轻一代中 他从未见过有能与墓北相比的人 就算是他们这个宇宙 那十二个号称未来可以继承 护戒十二顿的超级天才妖孽 号称小十二顿 与墓北相比 他感觉依旧是差了不少的 墓北微微笑道 勉勉强强 这时 知命史老者身上突然散发出 一股极其压抑的气息 看着墓北道 两次交锋了 并就不再继续缠斗 没意思了 他手中令牌突然绽放璀璨光芒 而后 这个地方 整个苍穹都为之变了颜色 变得漆黑如墨 轰龙 雷霆轰鸣 在苍穹上不断炸开 下一刻 这些雷霆落在知命史老者手中的令牌之上 那令牌突然生出变化 而后化作一团宝光笼罩在对方拳头上 顿时间 一股破灭万道万法的气息波动显化出来 让得所在的这个宇宙都抖动了起来 如此气息 让知命殿众人兴奋 而黑麒麟和小林初他们 则是一个个全部露出金融 这一集的威力太可怕了 派人听闻 木北自己也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力 升起一股威胁感 神魂都在发抖 不过 他并没有任何忌惮 看着知命史老者道 这一集后 你便就败了 翁 他身前 四面八方 一道道阵文显化出来 这些阵文快速汇聚成一座座大阵 这些大阵 全部是防御性的大阵 足足数百座 数百座防御性的大阵汇聚在一起 散发出的防御之力 让所有人心惊 仿佛无物可破 致命史老者看着木北 再次感慨 你竟算到了老夫很快要记毁灭性的一集 木北什么时候刻的数百座大阵 他不知道 但他能想到 木北是凭着天心领域刻画而出 而让他吃惊的是 这数百座大阵 全是防御大阵 全是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木北一早就料到了 他要祭出可怕的攻杀之术 这些防御大阵 就是为了这一刻 他看着木北 感慨到 了不起的战斗思维 不过 他眸子中散发出啄目金芒 有一股极其可怕的威慑力显化出来 让他整个人在这一刻显得宛弱是毁灭之神般 气息吓人得很 老夫的这一集 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挡下的 他眸子霸道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霸觉天下的气势 而后 他直接一拳轰出 图神 图神 仅仅只是两个字 但其中却是蕴含着可怕的信念 这等信念 瓦解了时空 万道和万法 一道璀璨着木地全道光束蹦践而出 画作一头吞噬天地的恐怖凶兽 咆哮着扑向墓北 墓北抬手 数百座防御大阵绽放光芒 下一刻 双方撞在一起 刻刻刻刻 数百座防御大阵 一座接着一座粉碎 转眼间便是全部崩碎 而在这数百座大阵之后 一颗颗迷你星辰显化出来 堆砌成一堆堆星墙 这些星墙 继数百座大阵之后 迎上屠杀之兽 双方再次相撞 刻刻刻 星墙一堆堆崩碎 转眼间全部碎成渣 屠杀一拳 静止抵达了墓北跟前 而这时 墓北跟前 四项封印和轮回图一起显化出来 形成四项轮回图迎上 这毁灭一拳化作的凶兽 通龙 四项封印图艰难抵挡了片刻 随后一时崩碎 墓北整个人曝露在这等攻击之下 无极建议第一时间催动到极限 使朱节建猛地朝前一展 坑 建立狂暴 下一刻 建立于毁灭性的这一拳撞在一起 轰 惊人的大碰撞 周围的一切都粉碎了 有一口口黑洞显化出来 烟尘滚滚 这天蔽日 直到过去时 粗个呼吸后 烟尘驱散 墓北站在破败的苍穹上 身躯表面布满裂痕 血水不断地渗出 面色也是变得无比苍白 挡住了 没死 这怎么可能 致命殿内 异宇宙的众人格格大惊失色 他们可是很清楚 致命使大人的图神术有多么恐怖 乃是致命使大人最强的一集 在这一集下 墓北居然没有死 怎么会 另一边 飞麒麟和混沌葫芦他们 则是格格松了口气 挡住了 方才那图神术之威 着实是让他们有些惊悚的 不仅是他们 就连致命使老者本人 此时也是流露出吃惊的表情 看着墓北道 少年人 你真是一次又一次让老夫震撼那 他修行至今 也是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了 图神之术 在以往的战斗中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挡下 可如今 一个年轻人 挡住了他这一集 他看着墓北道 不过 你现在 伤得很重了 伤得很重 他的意思 很明显 以墓北如今的状态 已经是无力再战了 墓北确实笑了笑 道 伤得重没关系 很快就好了 无极建议运转 很快 他周身的伤势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恢复 无极建议 无极现的无极 拥有诸多习笑 其中一种就是快速治愈力 那是曾经的生命建议之能 生命建议融合其他建议化作无极建议后 这等能力没有消失 反而是生出了一个惊人的质变 能力增强了促时倍数百倍不止 拥有极其强大的治愈之能 这等治愈之能虽然远远无法与九瓶宝莲的完美治愈术相比 但也是非常着人的 这个时候 随着这等能力发动 他的伤势顿时间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恢复 只转眼间而已 他浑身的可怕裂痕便是全部消失 苍白的面色也是好转 变得红润起来 治命使老者目光略为闪烁 看着木北道 你还真是掌控了许多惊艳的手段啊 木北笑了笑 而后 他看着治命使老者道 接下来 你变败了 话落 他周身突然绽放出灼灼的光辉 这些光辉快速朝着朱节剑流动而去 转换间全部涌入朱节剑上 这是这一战中 治命使老者攻向他的杀伐之力总和的两倍 其中就包括方才那最为恐怖的图神之术 此刻 这些毁灭新能量被他引导而出 全部落在朱节剑之上 绝对反击 坑 一股恐怖至极的剑威浩荡而出 霸道的力量压制了周围所有 持空 大道 法则 一切都在战斗 如此可怕的剑力 让得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变色 这 这 治命殿内众人惶恐 此刻 穆北释放出的剑力 完完全全超越了治命使方才祭出的图神之术啊 强了至少一倍多 穆北怎么可能祭出这般恐怖的剑力 怎么可能 而不仅是他们 这个时候 纵然是治命使老者本人 亦是流露出浓浓的金融 是此前那一剑 这剑威 能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吗 相比之前 穆北虽然的确强了不少 但这一剑的威能应该不可能比之前强出那般多才对啊 这个提升幅度 太吓人了 完全不正常 他看着穆北 道 可否为老夫解惑 穆北顿了顿 道 此剑 命绝对反击 可将敌人攻来的杀伐之力总和 以双倍的形式返回过去 也就是说 此刻 这一剑的杀伐力 是你方才攻向我的毁灭力总和的两倍威能 致命史文言 眸光闪烁起来 敌人寄出的毁灭力总和的两倍 总和 两倍 这是何等可怕的数 他看着穆北 感慨道 了不起的少年人 如此年轻 便就能开创出如此恐怖的大树 古今卫一 穆北道 这不是我开创的树 致命史老者看着他 穆北道 是我们这边宇宙的一位天地开发出来 我得到的只是皮毛 他本人施展 能十倍返还 关于绝对反击 师父后来与他提到过 那是姓灵的秩序神通 正常情况下只有本人能施展 不过 姓灵的已知开创了同等之法 可以让别人修炼 而姓灵的本人 将这秩序神通已经演练到了一个惊人高度 可将敌人的攻击总和十倍返还 致命史老者瞳孔奏缩 十倍返还 十倍 下一刻 他沉默了 而后道 看来 我借对你们那边的那五人实力判断 很不准确啊 他们此前派出的情报搜寻者传回了不少情报 其中有提到人亡和灵天地等五人 在那边号称无敌 但是 他们根据那边宇宙的综合实力来衡量 觉得那五人虽然在那边无敌 但在他们这边却算不得什么 毕竟 那边宇宙的所谓顶尖传说级强者 放在他们这边 根本就是什么也算不上 只能说是三流级别 可如今 听着木北的话 见着这绝对反击 他感觉 他们的预估错了 能开创出如此恐怖的大树 那个天地 绝对是非常恐怖的 木北没有说什么 下一刻 知命使老者闭上双眼 木北沉默了一瞬 随后一箭力批 这个知命使老者 他其实并不讨厌 但 这个时候没有其他选择了 只能斩杀 就如同 知命使老者一定也不讨厌他 他能感觉出来 但是对方若有绝对的能力 也一定会镇压下他 将他献给那个所谓的借主 让对方夺舍自己的肉身掌控轮回体 随后去掌控完整的轮回 以此来让这个异宇宙的力量大幅度提升 这 只是立场问题 这个问题 是无解的 坑 霸道的建立带起刺耳的剑鸣 毁灭性的力量倾泻而下 下一刻将知命使老者淹没 那个地方 一切都粉碎了 苍穹都为之变了颜色 直到过去促使个呼吸后 那里的璀璨光晕和各种毁灭气息 方才是缓缓散了去 知命使老者彻底消失在那个位置上 沉默也没有留下 在方才那一见下 真正化作为了解灰 知命殿内 所有人聚颤 知命使大人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许多人贪坐在地 面色惨白 他们的知命使大人 此方宇宙最强的人 掌控着破坏神骨体法则等救急奥数 却居然 被一个从对面蛮荒宇宙过来的年轻人斩杀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们难以置信 黑麒麟和小灵出他们 则是笑起来 赢了 还得是绝对反击 够厉害啊 好可怕的法 小鼎 吞天炉和斩魔刀出声道 混沌葫芦也是感慨起来 之前感觉 咱们合作无敌 但现在看来 要摩擦那位 怕是没啥希望啊 绝对反击 掌控在木北手中 双倍反击就已经如此可怕了 在那灵天地手中 人家能十倍反击 这能怎么打 简直是无解 木北道 木耀说丧气话 我们还年轻 后面的路还很长 说不得某天就开创出远比绝对反击可怕的数 还有还有 我的绝杀一剑 那也是无解的 他扬了羊猪结剑 黑麒麟 小灵出 混沌葫芦 小鼎 斩魔刀 吞天炉 九瓶宝莲 你还真是一点也不肯服输啊 吞天炉道 不过 想一想 厚脸皮的那绝杀一剑 确实也是很无解的 黑麒麟道 的确 虽然只能一个月使用一次 但是 可以跨越一个文明级别 且无视一切规则杀敌 这真的很可怕 以木北如今的修为 施展出那绝杀一剑 他估计 就算是45命轮的强者 怕是也抗不下来 这就是这一剑的恐怖之处 真的很恐怖 第2272章不需要钓鱼了 木北哈哈一笑 挥着朱节剑道 对吧 我这一剑 可是真正的绝杀 等以后达到与姓林的同等修为 我这一剑出来 妥妥地按着他摩擦 黑麒麟 小林出 混沌葫芦 吞天炉 斩魔刀 九瓶宝莲 小鼎 你还兴奋起来了 混沌葫芦感慨道 有一说一 你比本胡反骨多 小鼎道 加一 木北 而后 下一刻 他轻声说道 实际上 还是得钻研一下厉害一些的杀术了 朱节剑的绝杀 他一剑很厉害 但却终究是一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不能随意所欲的施窄 严格来说就是 有缺陷 他如今所掌控的真正霸道性绝杀术 还真就没有 这是一个大问题 得思索一下 开创一个真正意义上契合于他的大杀术 下一刻 他目光落在知命殿内 这个时候 还是搜刮修炼资源才是正途 他朝知命殿内降落 黑麒麟和混沌葫芦他们 也朝着知命殿内降落 知命殿内 一众人看着他们 格格惊怒 其中一人怒吼道 与这群入侵者拼了 拼了 一群人扑过来 格格爆发出惊人的杀意 呵呵 混沌葫芦笑 混沌刀气一话而过 一颗颗人头便是飞了起来 他蹦跋着道 来来来 尽情地扑过来 本胡乐于叫你们做人 墓北这个时候走入了知命殿 不在乎知命殿内其他人 这些人敢有叫嚣什么的 反蛊狐他们就足以抹杀全部了 很快 他将这知命殿内的所有天才地宝一一收集其中 其中有一万来块天地一向元石 道元有几块 其他的 宝兵和天才地宝灵药等也有不少 最主要的是 这其中 有一些灵药 是现在的他也可以使用的 级别很高 不错不错 放在之前 寻到的灵药已经是不能满足现在他的需求了 如今能寻到一些能满足他自己使用的灵药 他自然还是比较高兴的 随后 他施展出藏龙精 直接将这知命殿划开 随着这知命殿的地表被划开 一股强盛的灵能波动便是自地底扩散而开 肉眼可见 地底之下有着一条条超凡的灵脉 其内所汇聚的灵气粒子非常惊人 嗷嗷嗷 冲冲冲 混沌葫噜嗷叫 和小鼎他们 一溜烟便就扎入了下方的根基灵脉群内 快速吞噬这些灵脉 很快 这些灵脉被他们吞噬完 一个哥的实力又是提升了一截 混沌葫噜嗷嗷叫 爽歪歪 墓北笑了笑 而后道 走吧 知命殿内已经是没什么可以拿的了 他们朝远处走去 知命殿内众人看着他们远去 哥哥攥紧了双拳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会死的 知命使大人都被杀了 他们能如何 更何况 那个葫芦 那是一点也不留情面 但凡他们有一丝让对方不乐意 直接就是一道混沌刀器划过来 他们根本挡不住 其中一人咬牙道 报给上面的宇宙 他们这属于72知命宇宙之一 在72个知命宇宙中虽然不是最强 但也是在前列 可如今 他们这个宇宙最强的知命使都被杀死 这等情况必须得让上面的宇宙知道 禀告到最强的第一知命宇宙 或者是禀报到更上面的36旁之宇宙 这个时候 墓北一伙已经是离开了很远 墓北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将得到的天地异象原始炼化 开创出了新的永恒大天地异象 让自身有了44宗永恒大天地异象 同时 他也在这个地方将那几团道员让原始炼吞噬 而后将反馈的道员力炼化 让自身的实力又是提升了一截 虽然是非常微小的一截 但也是不错了 至少是有提升 随后 他取出从知命店内得到的对他十分有用的灵药 将这些灵药全部炼化 让自身当前的修为境界得到一个很不错的巩固 黑麒麟道 现在 有传说及九重巅峰的力量了没 木北点了点头 道 单纯就力量来说 肯定是有了的 黑麒麟朝他翘起大拇指 厉害 木北笑了笑 而后道 还是差得远啊 他说道 很快 这一宇宙便会各个角落知道我们 而后 当会有44命轮 甚至是更高级别的强者来追踪我们 对上这个级别的修行者 实力还是不够的 单纯43命轮 应该就有传说及时重的力量 而44命轮 肯定是超越传说级了的 以他目前传说级九重的力量 还是差了很多 得提升力量 得有大杀术 顿了顿 他闭上双眼 我思考一下 黑麒麟点了点头 他知道 木北应该是要开始创术了 创攻击性比较爆炸的那种术 他和小林出道了一生 他们后退 在一旁守着 木北这个时候闭着双眼 一边思索 而神魂则是于自己体内的 伦海之中演练朱术 创术 从演练开始 他将自身当前所学的各种宝术 一一演练 于伦海中交织出一道道波兰 而后 他渐渐只演练自己的剑道之术 要开创术 自然是开创属于他自己的术 而剑道战绩 自然是最适合他的 无限剑技 剑弓剑图 永恒大天地剑道异象 他不断演练 随后 渐渐地 他眼中生出些许光亮 生出了一个想法 包含大杀术 以及后续修行体系的想法 他要将体内的剑弓剑图 剑之神种和所有永恒大天地 剑道异象熔练在一起 化作一柄真正的杀剑 这既是一宗绝杀宝术 也是后续的修行体系进化之路 当五十宗永恒大天地异象圆满后 融合为一 便就是后续的修行体系 之后 他便是不断来淬炼这柄属于自己的唯一本源剑道杀剑 当然 无极剑异也得不断开发 毕竟 剑异是基础 非常重要 下一刻 他睁开双眼 黑麒麟问道 怎么样 木北道 思路有了 不过 当前还实施不了 得先将五十宗永恒大天地异象全部凝聚出来 黑麒麟点了点头 道 那就继续去找天地异象圆石吧 木北点头 他站起身来 招呼黑麒麟和小鼎他们离开这里 去找天地异象圆石 距离五十宗永恒大天地异象完成 目前还差六宗 也就是还差十二万天地异象圆石 十二万 放在这一宇宙而言 应该是不难的 毕竟 在这一宇宙内 他不需要刻意去钓什么鱼 都是敌人 都是敌人 去吧 我们等待一下 了 吧 你们 去吧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